各位菩薩,各位朋友大家 晚安,阿彌陀佛 少召耶都念佛 我們繼續來做中文版的這個 翻譯的這個修訂 準備自己複習一下第十二章第一節 我才發現我們十二章其實是到了第一節 那是因為碰到了這個StringBlob這個 練習的程式 把它弄清楚,因為後面可能還要 跟一個 那個文字查詢程式 前面有文字轉換程式 這裡是文字討論程式 這個我現在 前面我們也已經發佈了 我覺得真的翻得很好 也許我必走之爭阿 因為畢竟自己有自己的忙點 大家多多指教 至少自己做第一次的拔關覺得還可以 看起來 看起來 那我們上一次停到的地方 剛好就是 要進入StringBlob 它就一個 它是說 這個 SharePoint它會自動 這個 摧毀 Destroy 撤消它這個 所指物件 所指向的動態物件的這個 有效性 看一下 所以這也是方便 我們現在都有這個 這是作文表例 第三次我們學到這 自動釋放記憶體 四五四頁 我們從四五四頁 從多一下我們修改的修訂 因為P對於U-Spector 所產生虛异性 那為這U-Spector 覺得40倍缺乏 當P被摧毀 它的參考技術會低減 並受檢查 所以這裏P應該加個補一個 叫智慧指針 我的智慧指標 我都還跟入境誰出 這個是對前面的一個解說嗎 P 前面你要看上頁 例子 當P被摧毀 它的參考 當然國中文一定還要加個10 當P被摧毀10 它的參考其實會低減必接受 應收檢查 在此 T是指向Vector所出現的 記憶體的唯一物件 在此 改成在這個 在這個例子中 P是指向Vector所傳回的記憶體 的唯一物件 我當初怎麼這裡都沒改 P是指向Vector 所回傳的 記憶體的唯一物件 動態記憶體區配置的唯一物件 動態記憶體區配置唯一物件 唯一物件 因為P即將消失 原文真的寫物件好像是 不然你這個物件會跟動態記憶體配置的物件 應該說P是指向他的唯一指標 怎麼會變 P被釋毀他很好記憶體會遞減 在這個例子中 P是只向Vector所回傳的 P是指向Vector所回傳的動態記憶體 去配置的物件 唯一指標 然後照物件這樣去解了 不管他文藝 那很不應該 怎麼可以這麼混 奇怪我上次怎麼都沒打 我上次怎麼都沒改 我上次買 之前那個FTP的層次 我還是花錢買的 比較舊的層次 可能像Windows的把它看成有問題 P是指向Vector所回傳的 動態記憶體區配置 是走回傳的 動態記憶體區配置物件的唯一指標 因為P級將向就是 P所值得 該物件 對不對 這時候才是那個物件嘛 然後他這裡的物件 絕對不是這個物件 那個物件也會被銷毀 那個物件也會被銷毀 About is about go away 壞 因為B 比Is about又不即將 因為B 即將下是P所值得 Abject to which Ppoint 對不對 Abject跟這個不一樣 你這個就算是物件 他是把 這是物件導向 是程式設計的那個物件 不是我們現在 之前我們上下文這裡提的 動態記憶體區區配 配置的一個物件 這兩個不一樣 這裡在中文語境上 就應該翻成指標 因為P是指標 P怎麼會是物件呢 英文這樣的話 他那個Object不能找 翻 不過你就把物件的觀念 在這裡的混淆 P所指向 奇怪 三次為什麼都沒改 還是三次我們只是先貼上 P所指向的那個 這裡我們做一下 真的不應該 P所指向的那個物件也會被銷毀 因為智慧指標 因為P指向消失 P 我們加強語氣嘛 做 英文只是這樣寫 簡略 可是意思就比較 不完整 你講 因為作為智慧指標 P即將上升 這不是清楚多嗎 因為作為智慧指標 P即將上升 P 這個指標 對不對 從生活玩去看 因為作為智慧比較 P即將上升 這個指標所指向的那個物件 也會被 那個動態配置的物件 也會被銷毀 那指標所指向的這個指標所指向的那個動態配置的物件 也會被銷毀 不是清楚很多嗎 也會隨之被銷毀 也會隨之被銷毀 中文被動是不一定要寫的 從上下文可以推出來就可以神略 文言文也是這樣 中文程度不好不行的啦 這個指標所指向的那個動態配置的物件 也會隨之摧毀 銷毀 那比較好吹 銷毀嗎 銷聲秘跡 這個隨之摧毀 你看我們藍庭曲記學什麼 況修短隨化 中期已經還有那個感慨習之 那細之就是 隨之的意思嘛 因為錫就聯繫在 感慨細之 感慨跟某件事情維繫在一起 這個錫當然是維繫的錫的夾介字 或者你要說它是名詞轉成動詞 變成 攀上關係或者 有了關係 感慨就與某件東西有了關係 哪一件往前找 所知經略清水事件 感慨就隨之而來 就隨著你所知幾句感慨 清水事件的時候你就有所感慨 所以今天我也在課堂上跟學生菩薩坦白嘛 就像我們在實境中講 我們真的可能以後會變犯骨 我跟你講 生前被人家 早遇一樣 被人家 其實我還沒犯骨慘 犯骨更慘 可是一樣會受到人家的 不能認同 不能體諒 不能理解 不能不懂的欣賞 等到久了 我們資料的消失 哪一天被人家發覺 哇 真的不怕不是 或只怕貨幣 你去問問 他們像他們這些翻譯書的 他也不跟你講他怎麼翻譯出來 對不對 我們這個是實境秀給你看 那你自己看這樣翻是不是更好 那這個差在哪裡 絕對不是英文程度了 對不對 不是外文程度 是你自己本國語能力不行 所以你就只能 英文怎麼講 你就跟著翻 你都跟完全不顧慮中文 當然不能說完全 幾乎 都沒有在顧慮中文的語境 就跟著英文的文法 會習慣 語言習慣去走 然後這樣 你只要意思沒有翻錯就好 又不是在 如果今天是翻文學作品 可能就要更謹慎一點 盡量忠語言無助 可是要 可是忠語言無助 畢竟是兩套語言系統 你也是在這個其中要權衡利弊得失 兩派相權起起起 你到底是 把文學要表達的神運傳達出來 所以你看我們四個裡頭有神運派 什麼派的 對不對 還是真的要只是照他字面去翻 然後讓讀者自己去體會 可是問題是 除非你今天對照的原本 你光看中文 你讀者如果體會錯了 你不就翻譯失敗嗎 一樣有道理啊 這個指標所指向的那個動態配置的物件 也會是一支消失 那個物件所占用的記憶體 E 將 隨後釋放 隨後就跟接著釋放 你看這種多文學 多文雅 不但你 所以你讀 像如果是我來翻的書 你不但讀到了技術 你還學到了中文嘛 如果你像我學生有來問問說 老師可不可以看一些非文學的書 你要看人家翻 如果你看這種 你就完了 他這個陽晶幫中文 拉的時候 中文越來越爛 然後 這指標所指向的那個動態配置也會隨之銷毀 而那個物件所占用的記憶體 已將隨之隨後釋放 或者隨之釋放也可以 隨之釋放就有點重複 可是比較呼應前面 那我至少改動一下子 修持一下 對不對 美化一下 可是 還是保留有水 讓他還是有呼應牽連 所以作文就像紡織或者畫圖一樣 構圖下棋也一樣 左股有幻前前 那個 那個 瞻前顧後的 如果有其他的sharepoint就像 然後記憶體就不會被死掉 所以這裡一定要淡 但是 如果前前期後 如果還有不是更好嗎 如果還有其他的sharepoint 依然指向的他 你看這樣不是很中文口語化 仍舊 這裡不要說依然 仍舊比較好 你重開記過 再一遍 那個記憶體 那個 哪個記憶體 那個物件所占用的記憶體 就不會被釋放 就不會跟著 不是更好 被釋放 這個 那跟著誰啊 跟著P 跟著P 消亡 而被釋放 消我故意用這個消 會消毀嗎 因為這裡 會被釋放 這不是好清楚 但是如果還有其他的sharepoint 人就指向著他 這就不對了嗎 人就指向著那個物件 那麼 比較清楚他是誰 其實可以 對不對 指向那個動態為 這裡可以 對這樣 因為這個陳前模 除非你這裡隔開了 就 他當然往前找 這講的很明顯 指向 但是 如果還有 如果還有 就好 簡潔 如果還有其他的 記憶體 人就指向著他 那麼那個物件所 佔用的記憶體 就不會 就不要一直他 這裡 你看做很變化 那物件所佔用的記憶體 就不會跟著P的消毀 這裡 這裡 作為 sharepoint 既然他這裡用sharepoint 我們就用sharepoint 我們是要取他的顏色 在想喔 要不要 把那個顏色紙把它記下來 以後就好弄 我還不錯喔 可能這個字也大 我沒戴眼鏡 沒有時候靠眼鏡看 你們現在有點老花 近視點 再加那個調整形形形眼鏡 return 我們會在P的時候參考記憶會會遞結 returnP 使用P 那P是區變是returnP 其實 不對啊 對啊 因為returnP P的時候 我們回傳P的時候 對嘛 他會遞增嘛 我剛剛看錯 重要是遞增 因為他是複製 因為回傳是用 因為回傳是用 所以他這個都沒有 我們這裡當然都脫離原文講 講清楚一點嘛 講清楚一點嘛 參考記憶這個文 因為 回傳是用傳值的方式 傳值就是copy 就是拷貝 對 所以我們回傳P的時候 張考記憶會遞增 P離開範疇 P P 已然 你看 你中文不好 你翻得出這種 已然離開範疇 然而 P所指 的記憶體位置 卻並沒有被釋放 P所指的記憶體位置 卻並沒有被釋放 卻並沒有被釋放 P所指的記憶體位置 這個版本中 所以前面那個是介紹前面 後面這個是後面那個例子 前面這段 例子在前面那頁 可是我們這裡還是可以他嗎 因為他 畢竟成天條還可以 人家讀書是這樣 當然你從這一段開始讀 就很怪 你一開始就來個代名詞 沒辦法 那你段章其實是讀者的問題 不是作者 所以我們讀者要前後文周古嘛 為什麼教學王成功七星大法 都一直講前後文上下文中 現在還不太有什麼睡意 都一點多 我們順其的 因為我剛剛躺過來睡不著 乾脆就起來不要浪費時間 真的躺了就睡到時候我們再去睡 這因為幾乎都講到中文翻譯了 所以都可以分享到 這個 火文共欣賞觀念文學堂 不管是社堂或粉絲 因為粉絲當然也比較有 既然叫粉絲 像一個自己開的店一樣 比較個人私的採訪 就 像我自己修行的 也都會分享到那邊 除非像這個純粹 比較無關古文的 就是這 只是自己留一個 有些軟體可以用 那我們就 我就會在這裡 我們才錄了22分 像一個自己開的店一樣 比較個人 接下來 在這個版本 就前面那個例子的版本裡頭 這個 Use Factory 中的return數據會回傳 P的一個拷貝 你看 就拷貝 給其呼叫者 拷貝一個share point會抵增 這個是 好 好像截取不到顏色 我們自己選 立正 對那個物件的看好技術 對那個物件 對阿 參考技術應該還是以它為主 那物件是被參考的技術 而如今 P雖然被摧毀 但是 P所指的記憶體 卻仍有另外一個使用者 卻仍有另外一個使用者 指向著它 這補充 就是 拷貝出來的share point 這時候可以寫share point 物件 跟著它跑 對不對 而share point 類別 則 是會保證 強調一下 加個4 但是 但是P所指的記憶體 卻仍有另外一個使用者 指向著它 有仍然就不用在 依然依舊 也就是那個在毀山市 被拷貝 出來的share point 物件 而share point的類別 是會保證 只要還有任何的share point 依附在那個 記憶體上 記憶體上 記憶體就不會被死 前面都用紙上 穿了一個衣服 是有點怪 也就是因為直到最後一個share point 消失之前 share point所指的 指向的記憶體都不會被自動釋放 因此我們在鑽結程式碼時 一定要顧慮到 當不再需要某個動態物件 後 一定要把 切記 前面已經一定了 這裡就改正切 切記 要把 所有指向該物件的 學一下切記這個詞彙 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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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所有指向該物件的share point 清除該機 如果是忘了徹底清除用不到的share point 雖然應用程式人能指 正常執行 雖然應用程式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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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多重要 雖然應用程式人能 一如往常 的知性 一如既往 的知性 一如既往 一如既往 一間 一如既往 一走 一天 一瞭 一天 一日 一什麼意思 文學語言嗎 不是一次 一二三的一是全部都像 一心一意的一 這裡的一都有 是全部 沒有其他 就是所謂一心一生 四膽的事情 全身 都是膽 這裡已經選出這家解答了 我幫他補充 幾年文 不錯 一完全有效 有解一就不錯 整個的完全沒有欠缺 有一沒有二 這裡的意思 唯一獨一無二 雖然應用程式人類幼如往常的事情沒有異狀 但卻會平白浪費掉可用的 記憶體資源 但卻無謂的 浪費掉可用的 本來 可知 利用 但卻會無謂的浪費掉 從哪一刻 自利用的記憶體資源 你看這個沒有中文能力翻得出正文 在用完SharePoint之後 會忘了清除乾淨 最有可能 就是 最有可能是發生在 將SharePoint 作為一種容器的元素 容器的元素型別來使用 當對該容器 使用下 進行的重新排序後 一旦 當改一旦 你看都是這種自爭取的 最有可能是發生在將以 SharePoint作為一種容器的元素型別來使用 一旦 使用下 一旦 最有可能發生 最有可能是發生在 將 SharePoint作為一種容器的元素型別 來使用的情形 不用 卡在這裡 這將作為一種容器的型別元素來使用 一旦 當 一旦對 該容器 元素進行的重新排序 應該是句號 我們不用中語言文 意思不要錯就好 這有可能是發生在 將 湊 湊為容器元素來使用 如一旦 對該容器 比如像這種情形 一旦對該容器元素進行了重新排序 若 不再需要 這時候如和若是不一樣 如是舉例若是假設 若不再需要 不再需要使用 不再需要使用到 容器中所有的元素 10 就應該 當下 即時 即時 就可以了 即時就 就在那個時候 即就是舊嘛 所以這時候你看要對 即時了解 不過你光懂即時你就不知道即是舊 即位就 即位就是舊位嘛 有沒有 舊在當時 既然在這個時前後呼籲 就應該 即時把 不再 要用的 不再用到的元素 確實 進行容器的 以徹底清楚那些用不到的 Share Share pointer 你徹底清楚 那些用不到的Share pointer 注意如果 你將Share pointer放到一個容器中 且你接著只需要使用到其中的某些元素 OK全部的元素 那麼就請你務必要記得清除掉 你不再需要用到 你看翻得多好 這才叫中文 中文版 這真的很可憐 在這見證 難道是 我至於人也誰會 接下來是 還沒完 就是這裏 就進入我們主題了 Streamblog 容器類別 他這裏剛好用那個容器帶向那個主題嘛 會用到動態配置記憶體 有一個實力就是 為了對容器類別 對動態記憶體配置的運算 好 超過 騎資源具有動態生命周期的類別 這個翻台不錯,用騎來懂一點,總是有點中文底子 With raw resources that have a 動態 生命周期 一種類別他 具備 資源具有動態生命周期的類,這是對的,翻得很好 不錯啦,還不能說很好,已經很不錯,有點功力才翻 我要怎麼翻呢,我會翻成 動態生命周期 不要用周期生命長度 動態生命 動態配置的生命長度 類別的資源具有動態生命長度 類別的資源 類別的資源具有動態生命長度 高序重新 天字還原配合 反逆向操作就是 減字 類別的資源具有動態生命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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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的資源具有動態 類別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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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動態生命長度 有些類別的資源 其資源乃是動態配置的生命長度 程式可能會因為下列三個 目的之一使用 動態記憶體 程式設計 成績設計的實物 這不是很清楚嗎 可能會因為 在程式設計的實物上 可能會因為 下列三個目的之一 而使用到動態 而使用到動態 以他們 不知道 將會需要多少物件 他們 不知道將會需要多少 需要用上 用到 多少物件 不知道將會需要用到多少物件 或者說 會用 上的 物件 是個位置數 會用上的 物件數量 我會用上的 物件數量是個位置數 他們不清楚 他們所需要的物件 確切性別 無法釐清 無法確認 所需物件的性別就好了 所需物件的性別 所需物件的性別 確切性別不就確認嗎 無法確認 很簡單明瞭 無法確認所需物件的性別 是什麼 是 不知道將會用到 多少 多少物件 多少物件 我們不知道將會用到多少物件 無法確認所需物件的性別是什麼 他們想在 數個物件 數個物件之間共用資料 如有 如有 如有在數個 物件之間共用資料 資源時 資料資源 寫資源就可以 我覺得他這個資料應該是有問題 如果 如果在數個物件之間共用資源 是用data嗎 真的 真的 還不是用 可是明明我們讀到後面他其實是公用一些 也可以啦 公用data 對啦 公用資料 我可以翻車 我可以翻車 公用 居然沒到對啦 中文語境 公用資料 他這裡 主要可能是講資料成員 希望在不同物件 之間資料成員 以傳址的方式 傳遞 而不是傳址又複製一份 也就是我這裡 改動一個資料能夠影響到哪裡 如果要取用這個資料的時候 都是一樣 如果在15個物件之間 共享 share 他是用share 資料 如果在15個物件之間共享 資源的虛幼子 共享資源 如有在數的物件之間共享 是日料資源再用 為什麼會用到 為什麼會用到動態配置的記憶體 容器類別 容器類別就是會 會第一個目的使用 我們不知道會用上多少物件 容器類別 容器類別 容器類別就是會 為第一個目的 而使用 到動態 記憶體的類別 實力之一 不要自一啦 得一種 得一種 實力 在動態配置 讓我看看 讓我 在動態配置 我們會在 後面的第15章看到因為第二個目的 用上動態記憶體的例子 第一個目的是容器類別就是 會為了 容器類別 就是會為 第一個目的 而使用到動態記憶體的 一種實力 而我們會在後面的第15章看到因為第二個目的而用上動態記憶體的例子 在本節中我們會定義一個類別 我們將會定義一個類 它使用動態記憶體來 讓數個物件 共同 共同相同的底層資料 就是底層資源 資料資源 原文是β 底層資源 我們翻成變數或者物件的值 我們講過 前面學過變數就是 劇名的物件叫變數 因為劇名就是 一般都叫物件 就是台語的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都叫東西 翻成 如果有一個名字 如果有一個名字 要變數 比如說我們在城市裡頭為一個變數 要取個名字 宣告它的性別 容器類別 是為了第一個目的而使用到動態記憶體的一種實力 我們會在後面第15章看到因為第二個目的而用上動態記憶體的例子 所以 那這個 一樣 它共享資料 所以它 在本節中 對不對 我們會定義一個類別 它使用動態記憶體來讓數個物件共 用相同的底層資料 它主要這個例子可能就是 我有呼應第三個 需要共享 我們會定義一個來就是StreamBub 在本節中我們將會定義一個類別 會使用動態記憶體來讓數個物件 達到共用 相同底層資料資源的目的 它會使用動態記憶體來讓數個物件達到共用共享 共享一定是相同的嘛 還要相同 照顏文文文 對啊 中文這裡它底層一定一樣你才共啊 竟然會共它用的是一樣 它會使用動態記憶體來讓數個物件達到共用共享 底層 資源的目的 它目前為止我們用過的類別所配置的資源 存在的時間就跟對應的物件一樣長 最厲害是嗎 這還可以 我們用過的類別 目前為止我們 用過的類別 到目前我們用 用過的類別 表示用過 到目前為止我們接觸過的類別 到目前為止我們接觸過的類別 它們 配置的資源 其存在的時間 就跟 其對應的 物件一樣長 這是什麼資源 記憶體資源 不要跟前面資料資源困 到目前為止我們接觸過的類別 他們配置的 記憶體資源 的記憶體資源 其存在的時間就跟 其對應的 就跟 其存在的時間就跟 他們配置給 物件的 物件的記憶體資源 存在的時間 事幹 和物件 共生共創 他們配置給物件的記憶體資源 其存在的時間 就跟該物件 同場 劇場 同場 舉例來說 更長 其實存在的時間 是 或者 是跟該物件一致的 它 每個Vector 都擁有 它自己的元素 這裏加一個真實擁有 它自己的元素 當我們拷貝一個Vector 原來的Vector和 其拷貝中 的元素 會是分別的東西 一筆十五 這裡有一個 錯別是 每一個Vector 都真實擁有 它自己的 各自擁有 真實 各自擁有 它自己的元素 當我們拷貝一個Vector 是 原來Vector和其拷貝中 原來Vector和其拷貝 出來 的 其元素 原來的Vector 原來的Vector和其拷貝出來的Vector 其元素 會是 各自 各自 互不連署 互不相連 没有中文的内容翻出像我这样的文句 你看他翻了你看得懂他在讲什么吗 每vator都各自拥有他自己的文字 我们拷贝一个vator是原来的vator按其 锁拷贝 加个锁强调嘛前面讲过 出来的vator 二者的元素会是各自独立活不相属 活不連署也可以 相連署 副署 主还有接连的意思 主托啊主文啊 这个词叫主文 主文就是把文字最串接起来最连起来 写作文 这时候要念主 连署对不对 所以连主 或者连署都可以你要念主 你们看 我不相信有几个 硬翻中的作家 翻译家翻得出我们这种 就是你单字词中文能力 注意中文什么叫中文 中国文字 你对字的能力没有只有词的能力那怎么行 词也是字构成 你看我现在接触华语文教学主要是黄培文老师 才知道现在华语学界也主要是 词本位为主 非常不应该 可是也无口或风 因为毕竟是教外国 就像我好像我们现在教小学生 一样初阶的当然你就会用词语 词语 词用型导向的去教他们 可是人家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 焉自缘孔义 事与君子不为 你这样教到时候走久了自缘孔义 要走到远方 要达到远方 就会 出现弊端了 就知道坐经见轴的地方 你如果对每个字都懂 以后这些字就像寂寞一样任你去做武装 有点倦 我没戴眼镜随时可以打 连这个小字还看得不吃力 难怪现在不带老汉 已经几乎都看不到 那这个就已经 对 要到下一页 有些类别其资源乃是动态配置的生命 有些类别其资源 通常记忆体对不对 有些类别 有些类别配置的 记忆体 所以光看那一句翻 看 懂它内容在讲什么 你就知道要 怎么翻更适合中文 英文 我跟你讲 你讨厌文言文 英文就类似一个文言文 相对于中文来讲 就好像我们会翻古文文言文一样嘛 你要掌握它要表达什么 用白话 你还不是用白话翻 对啊 英文可以省略这个 它只用一个resource 你要知道它的resource是什么 什么资源 水资源 不是 其实就是记忆体资源 因为它的上下文 都是谈记忆体 所以知道resource 一定是指记忆体资源嘛 所以 意思就是有些类别 它具有一个动态配置的记忆体资源 你讲的就是有些类别的 有些类别配置的记忆体资源 乃是动态配置 这样就好了 生命长度都不用 有些类别配置的记忆体资源 其生命态强度 如果你一定要留下生命长度 这个词汇的话 不要讲周期 对不对 类似动态配置 周期有循环复始 那有些你看我们现在用的这些 还有上下文体 有些资源可能用一次再也不用了嘛 那跟周期什么关系 除非像函数 你每次调用它 它又再附生一次 下一次 那不能算它是周期 它只是重新再配置 我不相信它下一次配置 是同样一个记忆体位置 英文叫lifetime 然后中文字典里头有说生命周期 或者time就是一个周期 就是死板的都变周期 那英文原文你旺文生意 你自己看顾名思义 生命的时间 还没讲是周期 周 时间是只有期的意思 也没有周 变成业界里头 专业术语这样 大家就用用用 真的 难怪这个 人家 尤其我们早期 Microsoft 微软那个 每次按F1 线上浮制 所以有看没有 后来才知道永远还是机器翻译 早期我都以为是人翻 哇 翻得太烂 不过也有可能是人翻 程度太烂 尤其中文程度 现在来教书 教了很多职传职工的 职管的才知道 难怪为什么会这样 一夜之求 就好像现在教书 有很多新闻系的学生 我才 虽然不是教了之后 才不看新闻 更确定是新闻不能看的嘛 这种程度的人报的东西 编的东西你敢看吗 虽然我们学校不是好学校 学生不是顶尖 可是一夜可以知秋嘛 毕竟这些新闻系的以后 八成也还是留在这个圈吧 有些类别配置的记忆体资源 其生命长度乃是动态性的 已经前面有配置就不用了 dynamic 动态性 生命长度是动态性 动态这里是专有名词 没办法 动态配置性 再加个性 他性质 我们前面才讲过他性能属性特性 性格 就提醒 加个性就提醒 他是通过一辈子 所以你又记得把他 不用的时候 系统他不会把他杀掉 你要介于做动态值 那个智慧指针 来把他好好的管控住 对啊 管控他的生命长度 不要让他消耗记忆体 支援变成吸引体 外泄嘛 泄漏 浪费 支援外泄 瓦斯外泄 你看他翻成外泄不太适合 就是因为通常我们想说外泄好像 有损害有伤害的意思 不管是机密外泄 还是瓦斯外泄 可是他这里 英文的 LEAK 他的外漏 外泄一定是讲平白的 无辜的 就是水支援的浪费 所以我们要翻成浪费 不能说外泄 那浪费的浪不就是从水旁吗 就好像水旺旗关了一直流 他这里的LEAK 应该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中文讲外泄 是 泄漏了什么不该泄漏的 那你当然 你说水让他浪费了 泄漏也是啊 文言文的泄漏倒是真的 泄出来漏掉了 所以应该是漏湿 但是啦 比较对 漏洞 还比较好 可记忆里漏洞也不多 反正因为漏洞才会流失嘛 可以说漏洞流失 简称漏失 失去的失 漏水 对啊 泄漆啊 啥 他意思是在讲浪费平白 让记忆体 被占 被用不到的东西占住 等你城市没结束的时候 他永远那一块记忆体永远 系统都不能还给作为系统 哇 真的很棒 感慨 我说可能会不用犯骨 就是这样 那是避走之争吗 我真是希望我们只是避走之争 有没有这样翻 尤其这个姓氏主要就是提醒你 他动态被知心 那这一章谈的 我们这一节讲的就是 动态被知你要注意 你看前面才讲 对不对 必自动释放观点机 那是因为有动态指针 对不对 假如不是动态指针 他就不能自动释放 那他前面也提到一个例外 你动态指针假如又给他复制拷贝的话 可能表示还有动态指针 你以后只要不用他这个指针弯 那其实也等于是 还是有记忆体的习惯 肉丝嘛 外泄 外漏 对啊 我觉得应该翻案成 不是泄漏 第一题外漏 比较对 外漏 向外泄漏 外漏我们中文就有浪费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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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漏啊 其体外漏 对不对 这用在记忆体是可以 你外漏是不是浪费 所以Leak这里应该是翻成 那我们插一下 翻成 外漏比较好 我们做个注解 先找到他的Leak 外漏 翻成外漏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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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漏 所以你看我 以我这个程度 那时候都没想到 对不对 要今天 稍微用心一点 才想到更适合的时候 那你们这些中文没有我好的 大家要平良心做 只要接近心理 不行 就多去请教房家 大方只要免得一笑大方 请教鑽家 好,接下来四五五了 刚刚是在等他这个 有例子 哇,这个就有点吃力 好,我们这一集到此为止 好,我们这一集到此为止 翻得真好 那外漏我们也提一下 大概是这个时候讲的 106吧 106探5 外漏外线 一集集 81吧 82 1 2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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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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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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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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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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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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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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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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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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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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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看手 難怪它後面會有一個自傳查詢的程式 V1等於V2 將元素從 V2拷貝到V1 V2是區域變速 被摧毀 摧毀V2中的所有元素 它這個長的時候是動態配置 V1還有 V2 被摧毀 這個V2中的元素也會被摧毀 在後面舉這個例子 所以貿號後面舉 各自獨立互不能數 可是動態配置 你如果要共享這個資源 前面有說在 幾個條件下會想要 用到這個動態配置物件 有 有 先用太用派配置物件的司機 我們就做個事先 現在是講共享之言論 共用底層資料對不對 第3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允許第二個物件 共用相同的狀態 這就翻得不好 怎麼會是狀態 使用到動態這一題的實際是允許多個物件 真的是狀態 不能灌中文版 他就照英文去翻 錯是錯在這 接著我們要定義 其實我們重點也是我們為什麼會複習這一節拖那麼久 幾乎大概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幾乎大概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在那裡 整理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一起去翻牌 然後在那裡 在那裡 我們一起去翻牌 到那裡 我一幫我就用Udana 其實我一幫我就用Udana 用Udana Comba Lector 這個是心飯 在B2中 B2 只會在我的目中為止 一萬一滅 在B2中 B2中 英文版他本身也講不清楚 簡單明瞭 我們就幫他多補幾個事 能有steel他就沒有用steel 一個vector配置的資源只會在vector本身存在時存在 當一個vector被吹合只是vector中的元素 有些類別配置的資源這個可以 有些類別配置的資源會有獨立於原物件的生命周期 我覺得翻生命長度比較合中 專業術語是叫生命周期 有些類別配置的 資源會有獨立於原物件的生命長度 舉個例子假設我們想要 定一個名為 原物件這裏就寫交代不清楚 時間用夠原範就猜 有些類別配置給 其物件的資源 會 有時 有時會獨立於該物件 而存在 LiveTime我們都不要翻了 雖然他 其實LiveTime 其實意在言外 有些類別配置給其物件的資源 給其物件的資源 其生命長度 有時會獨立於該物件而存在 你看這樣才叫中文嘛 他意思就是說我配置給他的物件 給其他的類別物件 的資源 其生命長度有時會獨立於該物件 配置給那個物件 那個物件可能 死了這個資源卻仍然還在 那就符合動態記憶體 你不明確把他 那個Delete跳他就永遠在那 我們就用那個NewDelete這兩個 運算子來行 舉個例子來說 中文一定要這樣個來說嘛 舉個例子來說假設我們 想要定一個名為你看 關鍵來勒 想要定一個名為Blobber的類別 是不是 類別出現啊 類別和物件資源的關係 不同於容器 我們希望是 彼此拷貝的Blobber物件 共用 相同的元素 相同的元素 不同於容器 一般 城市庫的容器 這樣比較清楚 不同於容器 不同於一般的 一般的城市庫容器 我們希望 提供 舉個例子來說假設我們想要定一個名為Blobber的類別用來呈放一個群集的元素 用來呈放一組元素就好啊 一組 A set of 還不是一樣 群集 我問你 我問你 我的比較白話文還他的文言文 自己說嗎 文周周 一組元素 白話吧 白話口語會講一個群集的元素嗎 會講群集 白話文裡頭有群集這個詞彙嗎 你看人事是不是很諷刺 你伯 我這個招老頭 我這個雷教授 我當初選四大國文就是比較好國人 應該我比較喜歡古文或者文尤文 你們不是都討厭嗎 那誰不喜歡白話文 文尤文不喜歡 除了我們這種老古版老學 奇怪造出來的句子一個比一個文周周 都 夠諷刺嗎 以前我程度還沒那麼好就 那時候就學過也是跟學生講說 你要 你們要喜歡 寫作或怎樣的 千萬要記住你要注意一下研究了解一下 那些所謂的現代作家都是有古文根底的 明曉古文文尤文尤其我們中文是這個型 外國人他們也有他們的古文嘛 這我就不懂 我就不懂像英國 薩斯比爾用的也是英國的古文 那至少我們中文你沒有古文根底啊 你白話不會多好 再證明了 這什麼理論我也不知道 有空的 再去研究 我們是實踐家 事實勝於雄辯嘛 一套或一組的 用來存放一組元素 存放一個群組的元素 用來存放一組就好啦 霍利霸說 用來存放一組元素 假設我們想要定義一個名為 霸本類別 用來存放一組 一組 固定 一組固定 固定怕人家誤會 被用的元素 或待用 用來存放一組 待用 用來存放一組 公 共享 這樣就更好 他其實就這樣 Blob這個物件 他用的元素 你不管 這個 實力 那個英文叫什麼 實力 instant的那個動詞 你根據這個類別製造 我們以前學過西夏普特學過 類別就類似藍圖嘛 出來的物件就好像產品 根據藍圖製造多少產品 那個產品的源頭 共用的資源是一樣的東西 不像前面 拷貝之後 他就是各有各格的 沒有 這是共產國家 舉個例子來是 假設我們想要定義一個名為 Blob的類別 用來存放一組 Blob類別物件共享的元素 這是不合得那麼名 那英文 我不知道啦 英文他講的就很簡略 可是也許對英國人來講 意思就是這樣嘛 你中文你照翻 就根本都不在裡的 工煞 標準的專業文言文了嘛 他會 這個類別會存放一組元素就對了 公規列別物件共享的元素 裡面 空規列別物件共享會 用來存放一組 空規列別物件共享的元素 不拍一般的城市庫容器 我們希望是彼此拷貝的 不同於一般的乘數過程,我們希望這樣的類別 這樣的BRA 類別 物件 在 另外 拷貝使 油能 共享 相同的元素 你看哪一個才是中文 意思就是這種類別物件在拷貝的時候 找著英文彼此互相拷貝 不同於一般的乘數,我們希望 這樣的BRAB類別物件在拷貝時 能夠 油能嗎?還能 共享,喜歡文言文為什麼不這樣文言呢 文言好高雅 你看他們寫的文言文就像一個人 想漂亮穿得很緊身的那個燕尾不餓的 緊身的牛仔褲還緊身的西裝褲 那個燕尾不合身 很彆扭 很怪 養不養 中不中養不養的 對不對 土不土養不養的 這土不是否定那些本國人的土產嗎 然後 油能共享相同來說 也就是說 當我們拷貝一個 你看還要解就是說 像他這種饒舌文舟都才 還要 也就是說 當我們拷貝一個BRAB時 當然不會是 不會BRAB 類別嘛,一定要BRAB物件 他雖然前面講說他們英文 英國人 以後 前面書上有講以後都 直接省略就直接講說Copy a BRAB,你就知道是BRAB物件 可是你中文多想一個物件會怎麼樣 或更明白的就是類別物件 也就是當我們拷貝一個BRAB類別物件時 原本那個 原本那個 這樣不是被拷貝的 和拷貝出來的 都應該 紫色 都應該 擁有 擁有一組 共享的原路 共享的 底層元素 好吧,我們就留保留英文的under來強調它底層 不同一般成城市庫容器 原來一定是container人玩 對啊 他也知道這個container我們前面學的巡序容器什麼的嘛 城市庫容 新別的容器 我們希望 這樣BRAB物件在拷貝時有能共享 相同的元素 也就是說 當我們 拷貝一個BRAB物件類別 類別物件時 被拷貝 和拷貝出來的 都應該 有 共享一組 相同的 底層元素 這樣不是很好 一般說來 一般來說 當兩個物件共同 共用底層的資料我們就不能再改行別的物件小不是 三方面 摧毀期 資料 這個翻通常就好了一般來說 通常當 兩個物件共享 共用底層資料時 奇怪他當 他就照英文照翻我們中文要當什麼時嘛 然後只翻一個當 對 對不對 當兩個物件共用底層資料 比較實比較白話一點啊 當又太 省略或太簡潔了一點 通常當兩個物件共用底層資料時我們就不能 再改行 就不需要行別了嗎 這可以省略 英文有時候要講的 很具體 有些他們習慣上是不省略我們中文可以省略 一直帶過去 劇足就可以 我拍了一些 不是 我拍了一些 在看 這個 在看 unit 它的字根一定是unit 單元 unit1 第一單元 通常當兩個物件公用里程資料時 它這個行別 兩個物件 既然是 兩個物件 應該是同類型的物件 共用里程資料 不同類型可以共用里程資料嗎 這個我還不知道 我們就不能再 通常當兩個類別物件 共用我們類別或行別 我改到這裡翻 對不對 通常當兩個類別物件共有 通常當兩個相同的類別物件 它得到原文道是沒有 我怕給它創改 兩個類別物件共有里程資料時 我們就不能再 通常當兩個相同的 從它文藝可以知道一定也是相同嗎 通常當兩個相同的 類別物件共有里程資料時 我們就不能在 其中一個 物件消失時 這當然不能用消失嘛 消毀嘛 我們就不能在其中一個物件消毀時 單放摧毀其資料 通常當兩個相同類別物件共有里程資料 我們就不能在其中一個物件消毀時 還好啦 有實驗能 三方面 就將其所關聯的資料 也一併消毀 其實不要說資料 應該是資源 它配置資源給這個物件嘛 對不對 雖然原文是用data 你們這些外語能力可能比我強的 中文能力卻比我強 你們就太基尼 字典就是資料 懂人家 懂兩國語言的語境 我相信它也有資源的意思 你要看上下文怎麼去翻 就像我們九王神宮七天阿法 都是上下文最重要 對不對 對錯問題回二座 那前面他都說物件配置資源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資源是他講的啊 對不對 resort 你看 配置資源可不是配置資料 配置資源給他 這個資源就可以存放資料 這所謂資源是能夠儲存資料的能力 所以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嘛 你有時候可以像錢幣兩端 對不對 正面和反面以為是不一樣 其實還不是一顆錢幣 既然前面講資源 你這裡破爛了一個資料 我也要講 共用底層的資料資源對不對 通常當兩個相同類別 無限共用底層資料時 我們就不能再 在其中一個物件銷毀時 一切都改資源這樣一致嘛 我們就不能在其中一個物件銷毀時 就將其所關聯的資源也一併銷毀 就將其所關聯的資源也一併銷毀 接著 有這個物件銷毀 我們會有一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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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我們會有一個資料 的資料 我們會有一個資料 我們會有一個資料 要是不得可 B1 紅的BLOM 新的範疇 這會有說顯示最終修訂 啊 公用相同的元素 公用相同的底層元素 B2被摧毀 但B2中元素不能被摧毀 B1指向原本在B2中創建的元素 在這個例子 從B1按B2 L和E幾乎都看不出來 B1比較尖 比較邪 B1按路公用相同的元素 當B2上錯方 B2軌 不是人會存在 人應該要存在 Must stay around Must stay around 他是用Must,他卻翻成人繪,怎麼通呢 Must一定要要求的意思 在這個歷史中,B1和B2共用相同的底層元素 明白一點就加個底層,其實他原文沒有 當B2超出範圍 而銷毀 那些人元素人因須存在 那些元素人因 人須 人必須存在 因為 還在 使用他們 使他們,他原文掉了一個字 還在使他們 我都不想講 這有點吹毛求疵了 從這麼一點也可以看到這個中文版,真的嚴格來講 真的要打屁股 雖然不能說他有私處,可是真的有些不太應該的 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中,B1和B2共用相同的底層元 當B2超出範疇 而 銷毀後 當B2超出範圍 而銷毀後 那些元素人必須存在 他是選Rose嗎 這些不是很好 Rose 那我改成 這些不行 這些底層元素 你這個中文 我們中文你看從這個上下文,這裡可以用這些 共用相同的底層,當B2超出範疇而銷毀 後 這些底層元素人必須 存在 因為B1還在使用它 注意 這個我們都要翻出來 使用動態 記憶體的一個常見的理由是允許多個物件共用相同狀態 我覺得 State我覺得可能是資源 共用相同狀態 State好奇怪 可是呢 他原來是State 你翻成資源是有點冒險 這必須從上下文去斟酌 State可能也有資源的意思 狀況 對不對 你有多少資源,你就是什麼樣的狀況 或者不要說 他是翻什麼 或者 或者不要說那個什麼 我們說情狀 狀態 不要翻狀態,我們翻情狀 情狀的情是 不是感情的情,是情報局的情 事情的狀態 狀態就有State的意思 那你有什麼情報,你自然就有什麼資源 情資,情資 不是嗎 這邊有這個詞彙啊 情報資源 要情資 動態記憶體一個常見的 使用動態記憶體一個常見的 原由 理由 使用動態記憶體一個常見的原由是 想要 想要 是允許 允許 真的是 允許 想要怎麼樣,當然就會隱落 想要 讓 允許你,就是讓你做 原因 原由是想要讓多個物件 所以讓就是翻那個Allow 多好 是,想要讓 讓是Allow 多個物件共用相同的 情資 情資 情資很奇怪 資源 注意一下 這一定跟資源有關係 只是一個狀態 這些都有表哥原理 笑 笑 笑我自己翻那麼多 我問你 狀況跟州什麼關係 一個國家一個州 美國State 一個州一定有你的土產有你的資源嘛 天然資源 我怎樣 你看有多少就像你看中文字典 要注意他彼此字意間的表哥原理 有什麼 你看盧獵 可以盧獵的出來的那一定 你看這個多文章 可以舒展 陳述出來的不就資源嗎 你擁有什麼資本嗎 接下來 終於進入我們的 要休息了 哈哈 哈哈 他要借助程式固平行別的Vector 可是又不要 有Vector那種有沒有 他的資源會被無限的拷貝下去 這樣是共用 所有的類別物件共用一個資源庫 我們甚至可以創一個新的詞 資源 淵源淵守 或知熟 表示他這個 所有資源是 夠強夠強 只有這一個別無封號 僅此一家別無封號 生了再多子孫 老家只有一個 要錢要回家 自己不許有錢 真的像大鍋飯 以前 共產黨共產主義在搞那個 人民公社的時候 就這樣 那個 真的佛陀他們那時候的生團就真正是共產主義 跟共產主義那時候搞大鍋飯 公社一模一樣 出去脫薄完了回來要倒 大家倒在一起 分 大家均分的 所謂的均分 大家分量一樣 有些人分量大家都給他吃多一點 有些分量少當不需要吃那麼多 給他太多吃不下也是浪費 人生 你看佛陀那個最神聖的卻是 一般人感覺概念上好像最邪惡的人民 那個共產黨的方法 可是叫共產黨或共產主義那種邪惡 怎麼可能風行天下 反存在黑格爾的名言 很難解釋 是合理 或者解釋有理 很少是純粹感情的存在 很少是純粹感情的存在 又不是談戀愛 戀愛裡頭也是會有理性的存在 有點倦 正好 我們就 這個String Bluff 一搏三二 可是我們覺得 真的獲益匪淺 這一次复習 又學到了 所以實際就很好 我們有學到一個新的讀書方法 對不對 那就是 即使今天不是翻譯 翻譯的著作 我們可以從 親在 那個叫什麼 對不對 用自己的話再想一遍 就像我們做學問 你看我來做老師 做老師也是身有同感 你教人家 就像老子裡頭講那個原理 極不 不為自己反而極欲勇 越為自己極欲 那個 點兩次 才會變 好 啊 這體好我們就先休息 竟然有點累了 今天是應該累 因為 因為 是 為什麼 早上沒有吃東西就一隻 站著 為表全程的公斤,一分公斤得一分利益 十分公斤得十分利益 全程是站的 在拿誦經啊,做法師啊 然後大概十點 我那時候有看表著快12 11點還是12點 好像是快12點 才開始武功 到他那裏 差不多12 我騎摩的車馬慢慢騎過去 南港軍人公墓,從我們天摩這裡 大概去買,拿蔥油餅再買一些醜菜,可能也快要11點 拿蔥油餅也10點快半 這樣大概騎快一個鐘頭到,差不多 慢慢騎 這是一個 DINXTRA 結的那個 小招業多念佛阿彌陀佛 各位朋友各位普少大家早安 阿彌陀佛 少招業多念佛 我們繼續我們私家家 第12章第1節的這個 中文版 進入我們核心的 我們都沒找到 在這裡 到開始 這次 我們先去看 我們已經找到 那邊 阿彌陀佛 我們先去看 我們先去看 那邊 我們先去看 我們先去看 甚麼 我們先去看 我們先去看 我們先來看 這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我们会将我们Block类别师作为一个模板 突然来个最后 这是使用动态配置记忆体的资金 这类是指说为什么一般城市设计师 对不对 当他们不知道的时候他们会用 借敬人家 那你中文怎么可以这样翻 你要就像我这样讲的 要把这个情境上下文 你看英文上下文也叫情境 没语境吧 你看前后关系 他明明是test 然后把他抗起来 是字根嘛 这跟文字有关的 那也叫上下文证文课 其实也是语境 搞翻译的自己 有没有学过语言语 尤其中文都不学 自己母語 你怎么跑来这里 前面 最终我们会使劲我们的 真的是最终 突然来个最后谁看得懂 他一定是说 对不对 英文的文法他都照翻 他一定要先放后面这一句嘛 虽然我们 真的是要命 然后照着英文去翻 毕竟写的是中文 虽然我们要到 所以让我 我们要 要一直 我们一直要到 才会学会 清查一下 才会学到 虽然我们一直要到 十六章第一节 现在才十二章嘛 第一节的第二段 我们才会写下 第二部分 虽然我们一直要到 才会学到如何 如何 如何 将我们的Blobber 类别 使作为一个模板 但是 我们终究会那么做 如果你要保留他远完 真可憐 真的是帮他改作文 真的是帮他改作文 所以我们 一直要到 才会学会 如何将我们的Blobber 使作为 一个模板 但是 我们终究 如果你要保留 他远完 其实不需要嘛 这根本都不需要 但是我们终究 但是 我们早 早晚 也会学到 早晚也会那么做 不是废话 这样就好 治愈一下 这可以合并 所以不一定要造英文 英文 有英文 语境他的思考逻辑 你这样不就好 虽然我们一直要到 这个才会学到 如何将我们的Blob 是类别使作为 一个模板 当 是 但现在 我们会 为我们的 类别 类别 是Blob的类别嘛 那现在 我们可以 为 我们 这个 这个 那 现在我们可以 为我们这个 Prob类别 定义一个 能够管理 Stream的版本 但我们 Stream 现在我们可以 他写 S的意思 是附属 类别 那一定是类别物件 对不对 对不对 或行别物件 但现在我们可以 为我们这个 Flob类别 定义一个能够管理 又重来 一定要这样才会 新增 但现在我们可以 为我们这个 Prob类别 定义一个能够管理 Stream类别 物件的版本 因此我们会 将 这个版本命名为Stream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虽然我们一直要到 才能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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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将我们 Blob类别 使作为一个模板 而不是 现用 特定 对不对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嘛 所以现在 但现在我们可以 为 为我们这个 Prob类别 定义的能够管理 Stream 这样 的 类别物件 这样类别 型别的物件 就不用版本了 中文译 他其实Version 就是这样一种的 定义一个 其实格 就这一种嘛 现在我们可以 为我们这个 Probably 定义一个 能够管理 对不对 能够管理这样 物件的 不就是这一种 这一种类的 不好吧 那我们最后 最后我们会 然后这时候才是 它那个 Autom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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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timately 对啊 你看 需要这样倒序重组 翻的比较道地的中文嘛 假如你说 啊 原文不要给人家离 篡改 其实并没有篡改嘛 就是不要脱离太多 所以我们一直要到才会 能学会如何将我们的 类别 擴充 应该是擴充 或抽象 抽象化 哇 这个完全 人家死都 都不要用 一个甚至你要说 范形的模板 16章一定是在讲范形 范形是在第七章讲 exploit 基本上是干嘛 你看啊 16章模板与范形 成事设计吧 真的也学会了左右曲 everyone 就范形我早就忘了 你看五眼 所以我们一直要到16章 才能学会如何将 abundan 類別擴充或抽降化 為一個繁形的模板 而不是 現用在某一特定型別 物件上的類別 而不是現用在 某一特定 型別物件上的類別而已 但現在 甚至在講具名一點 具象類別而已 竟然是抽象的具象 但現在我們可以為我們這個Blob類別 限定一個 能夠 管理 String這樣類別的 這樣類別、性別 這樣類別的 物件的 好吧 那現在我們可以為我們這個Blob類別 限定一個能夠 管理String這樣類別 物件的 好吧還是用它判斷 到了16張室 像是 抽象化 繁星的模板 因此我們 因此我們 RESOL 不要因此 再死 對不對 因為這個結果 這再死因此 他就是完全照字典力去辦 再死我們就先將 竟然是先這樣做對不對 在此我們就先將這個版本 姑且 這個 這個版本姑且就可以了 這個版本成前詞 姑且先命名 這次我們就 就將這個版本姑且先命名為Stream吧 Stream 講清楚一點 Stream 就是 目前 你看這樣是多清楚 雖然有點離題 脫離嘛 不能說創意 脫離了原文 可是並沒有脫離它的意 翻譯翻譯 本來就是翻出 這個你看實踐 實際操作 實踐上來體會到 翻譯不是光字面翻譯 有時候是它句式都翻譯 我們以前講中文 尤其古文跟 白話 文言跟美方才體會到說 翻出它的字面叫翻譯 那其實是怎麼樣 其實就是翻出句子也是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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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學 翻譯學 這是一個重要的課 可以翻出原文字面 只要 字面還能翻出 原文句面 詞面當然不用講 那個字都包括詞 這個 取面 對不對 就可以 啊 就可以啊 不是光字面 還有句面 對不對 你看 這一次啊 我這個到了就放它automatory automatory 再這樣子抽象換一個 半型模板 在此我們就 將這個版本 姑且先命名為Stream吧 Stream就是標的 它這個代名詞應該可以 不需要再講那麼清楚 當然不用代名詞會更清楚 對不對 就是這個版本的類別 這種類別 目前那個類別 這個版本它就只能 所以你就表示它目前只能 針對 行別物件進行操作 Stream就表示它目前只能針對 Stream 行別物件進行操作 行別物件進行 執作一個新的群集 行別 你看 我們前面用組 來翻那個collection 對不對 要補一下 原文是寫collection 一組元素 來翻譯 來翻譯 行 公崎類別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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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組 這是在455 充滿 會 3 5 使作一個新的群奇 新的群奇性別 新的群奇性別 用一個LiveGuard container 一樣 最容易的方式 去使作一個New 去一組型 M 做一個新的群奇性別 最容易 這難道是專有名詞嗎 群奇性別 不對啊 本來是嗎 是 是說一組 新別 一個新的族群 群奇性別 最容易的方式是使用程式不容器來 字音 中文真的是要命 是說一個新的群 它這個是一個 怎麼講 新的一個New Collection 真的複合名詞 有可能是專用名詞 兩個名詞不能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要嘛前面是轉成形容詞 那它乾脆用形容詞來寫 表示它這個是複合名詞 暫停一下阿彌陀佛 然後我們進去 可前面它那裡是 這要一組阿 用來城邦 這要一組 這樣 那 這要一組 原住 一組元素嗎 這裏是collection 那 實在是一組元素 就這樣類型的 這我覺得不一定是行別 去實作一個新的 不過這個真的很有可能是專用名詞 台北車廠文化大學的那種 兩個名詞除非它全面轉詞性 否則通常都是就是 我覺得他這個只是講說實作一個對這種行別的實作啦 哪一種行別?群組行別 有這種主態 性質的 這種物件 對他的一種運算或者操作 心就不一定要有血了 要翻出來 對一組 對一組 群集 對一組群集就這樣翻就好了 我反而這樣翻 剛才他這樣 新不一定要翻出來 反正本來就是心 他這個心沒有特定的意思嘛 反正前所未有 沒有碰過 所以對 那一樣中文就對他 反正沒有經驗過要對他進行操作 對一組群集的實是有 那我還是保留前面的主嘛 甚至我們在附加這個強調跟 同氣有關 對一組群集元素的實作 對一組的 對一組群集元素 對一組群集元素這樣的類 對一組群集元素這樣的類 對於主、群主、群怨這類的事 最容易的方式是使用 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利用 現有的 橙色庫 橙色庫容器 還質疑英文一定要想其中一個嗎 中文不一定要 就像英文一定要定冠詞 中文不一定要 上下文也知道一定是 橙色庫容器你不會全部都拿來用 一定取其中一個 即使取好幾個也是各自 不會混合在一起用 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利用現有的橙色庫容器來 管理這些元素 沒錯 可見這個collection一定是 指元素群結 對啊我們這翻的對嘛 一組群集元素 絕對不是只一個群集而已啊 對不對 這collection就一個elements 可憐 你看這多中文 你看就知道他要講 對一組群集元素 這類的絲作 對一組群集元素這類元素的絲作 對一組 對一組群集元素這類元素的絲作 不要 講清楚一點實際操作 就是運算 就是operation嗎 就是operation嗎 它是寫 imperment imperment 使作 imperment 最簡易的方式 就是利用現有的橙色庫容器來管理 這些元素 對一組群集元素這類元素的實際操作 最簡易的方式就是利用現有的橙色庫容器來管理這些元素 這個中文 中文真正 That way we can let the library time manage store or whatever himself himself是誰自己 一定是 the library time 這是單數 所以是這個 讓元素自己管理自己 所以它是修飾元素 這樣的話如此 我們就可以 讓 程式庫行別 你當然不能分成行別嘛 看你選用的是哪一個容器 你要保留行年要這樣 要這樣 形別的程式庫容器 換那些 明天 用上的儲存機 人家Story機難道你不知道他輸的你就照著文藝 我真懷疑這個黃先生到底懂不懂程式 這當然要做記憶體資源嘛 儲存區,儲存區是指什麼 哪裡可以儲存,記憶圖儲存 前面不是談過我們目前學過用到了 堆站式的 我要改一下再說要改的往 堆疊不好 因為站有點 你看他 自動物件 我們一般的那個變數不是靜態的配置的物件 他都是放在 堆疊區嗎 對啊 我覺得是堆站 你看這個也可以翻堆站 堆站比較好 對先堆在哪 為什麼說站 客站 就好像不是永久性的臨時 堆放的嗎 對不對 你看嗎 Stack 堆疊 堆疊在中文裡頭好像有把它固定 永遠要堆放在那 堆站好 暫時堆在那裡 隨時用 隨時不要用就搬走 有沒有 好 噢 もう 好 就知道了 你 現在 要是 好色情 你看stack吧 這中文能力不好哦就很煩 就是他勇往我們就 沒關係 對戰什麼意思 為什麼叫戰 你看跟戰時性的戰發音還一樣 駕木通行全民修戰道 如果你真正開批一個正式的公路或路的話就不能叫戰 通常都有戰時性的 貨戰你看 為什麼因為為什麼講客棧 這不是那個建築物的站 是裡頭住居住的 人暫時停在這 貨戰那絕對是貨物嘛 不是這個貨戰像堆戰區 也不是那個記憶體那個堆戰區是暫時的 是裡頭的東西是暫時的 他有那個 國文教育啊 你看 我們國文教育 這個國文家 參加編的詞點就這樣 基存貨物的倉庫也對啦 可是就是 不要讓人家 因為這也不會讓人家覺得很少倉庫會裡頭的東西一直積著嘛 對啊 對啊 那你覺得堆戰裡存放了 你絕對不會說堆疊裡 你堆疊不可能當作堆戰嘛 你看堆疊和堆戰是不同意思啊 那為什麼英文用同一個 你就要看它情境 對不對 你真的永遠跌在那裡 或者說 你就這個在堆戰裡頭 這個記憶體區 對不對 那個 像前面學的那個容器有堆戰 那是堆疊式 那是堆疊式 對不對 它真的裡頭元素是一個一個堆疊上去 疊起來 疊起來 你現在 講這個堆 那個 記憶體區 就像 貨倉 貨倉 對不對 綻房一樣啊 它是一個區 它不會亂跑 可是它裡頭的東西會 跑嘛 你看 這很重要嘛 你看人家那個對戰 韓語大師練結的這個比較好 可是這個是意在言外啦 對不對 言下之意就是 除非公司倒了 怎麼可能貨物一直存在倉庫裡 對啊 唉 買一個公 買一個公 苦口苦心也沒有用 所以我才說 你看我們到時候真的可能會變犯骨 就這樣 不是我們 我有什麼好自得一滿的 我從來沒有驕傲路了那麼多 我就覺得自己不行 可是亡亡的 反而不是自己不行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讓該新別的程式庫 容器 其元素 該程式庫的其元素自己管好自己 用 的記憶體支援 用上就不用了 因為得 它自己得到 它用到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讓該新別的程式庫容器 其元素自己管好自己 的記憶體支援 你看又在在此 什麼都在在此在此 在此 而我們 這時候才是它那個在此 我們在此 就先用一個vector 來充分我們的元素 我們在此就先用一個vector來充分我們的元素 你如果翻成用手抓住不笑死人 還是要存放 對啊 很多都表哥連你要翻 不用你這翻譯幹嘛 那叫GT 翻就好 何必要人翻 翻譯大學問就是你要翻出它原來那個邏輯 或那個 只要不要離開人家的原理就好 你要怎麼用別的語記 甚至字面來表達都OK的 為什麼叫翻譯 不是原文 為什麼拘泯一定要造原文 除非今天是文學班又很講究 啊 要盡量造原文一無一死的 這種技術性的手冊或者說明 就根本不能那麼拘泯 翻到人家看了有看沒有動 乾脆看原文比較快 為什麼不能把Vector直接存在一個物件中 因為Vector它本身 你不是用動態配置記憶體的話 它本身它會不斷的拷貝下去嗎 它的元素都是各自獨立 就沒辦法 我們現在終止是想要共享 一組的群集元素 你看這翻得多好 對一組群集元素 這類 對不對 群集元素就是connection 這類元素的實際操作 最簡易的方式就是利用 現有的程式庫動器來管理這些元素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讓 該性別的程式庫動器 其次元素自己管好自己的自己 我們再次就先用一個Vector 來存放我們要用到的元素 對不對 無法 不能是有點勒令 無法是莫可奈何 這不是中文爛是什麼你說 什麼叫無法 你做不到嗎 不能是即使你做到也不准做 對啊 無法設好你都做不到 為什麼不能把Vector放在Vector 一定可以嗎 可是是說不行嗎 不能這樣做嗎 不能這樣直接將 Vector儲存在 一個blob物件中 類別或行別物件 儲存在一個blob類別物件中都可以 因為我們前面討論過類別 主要是抽象化 講class本身 形別通常是類別 根據類別製造出的產品 一個實力 一個object 那時候就講形別 這個物件是怎麼樣的形別 其實它就是從哪個類別出來 那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物件 對不對 一個類別可以產生出好多產品 好多物件 每一個物件各自彼此都獨立 它就是好像說你很有型這樣 所以那時候才翻成形別 其實你要抽它是類別物件 你可以 何必還要換個字 那英文它是用type嗎 可能就是為了這樣區分 跟class class是原來那個藍圖 type是講一句藍圖 那個形造出來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屬於那個類別 那個形 其實還真的類啊 我想英文是這樣 可惜我英文不是 教我英文很好的 我看我就可以做翻譯家 我看我的翻譯作品來比比看 所以我教很多外文系的學生 我苦口婆心看他們講 你自己本身外文 可是人類你看很妙 你看我中文的 所以我忘文差 也許 我時機緣分還不成熟 哪一天也許我 尤其經過這樣自修 一直看原文書 經過我們這個小事提升嘛 我們給它改一些這個中文版 你看你自己去比較 因為這個我版權沒辦法 對啊 沒有那種版權 我們也沒有盈利啊 對不對 只怕那個內容超過三分之一 什麼 像我們這一個 絕對沒有超過三分之一嘛 第十二章第一節 你們兩個比 你看 順手上翻的中文版好 還是 黃明偉先生翻的 對不對 都有頭有臉 有名有姓 不要跨買嗎 哪一個才比較是中國 中國人使用中文或漢語的人 反正 跟我上課 跟同學不是要講一樣 我們的中國都是文化中國 絕對不是那個中華人 跟中國有自詩的中國 你不要自己跑去投共 人家說他是中國人 你就跟他中國就一定是中共 中共跟中國還是中國 那清朝以前唐朝他們就講 中國難道都是中共 中共最可惡的就是這個 這也不能怪中共 那時候兩蔣 蔣介石跟毛澤東鬥 就是為了一個圖騰 中國這個圖騰真的很高 當初就不要取中華民國這種 國號就好 應該取像一個朝代這樣 以前哪一個朝代不用中國 其實外族像滿人 蒙古可能都是他們都是 憑什麼用你中共政權獨用 中國這個詞彙 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 對一個國家或法律上 對一個國家的稱呼 對不對 中共也是最近 在西方影響到法律學 搞出來了 好 有點想休息一下 好 休息一下好 再躺一下 我們這個也不用路太長 阿彌陀佛少早夜多年 CHEERING 噢 我也要 bishop 簽一下 九九五三 dizer idee 翻來 internet beard brakes roadmap 我現在自修現在往前到臉 就像我自修一學家講 開始自修 我現在自修三大 在五間六位 就像世紀大的在 在十九位置 我現在自修一學家講 我現在自修一學家講 開始自修 我現在自修一學生大 我現在自修一學生大 Facebook YouTube裡頭 他說有 結果其實沒有 之前發的一個Facebook 貼文有YouTube 結果我今天看了YouTube 然後我們就先這樣吧 相信我們的C++已經進入到核心了 早上突然全身很熱 睡也睡不著 可是就是很眩 躺一下又繞了 兩個鐘頭 然後我們不能 直接將這個Vector 儲存在一個 儲存在一個Vlog類別 五件種一個 加強語氣 就並不能 並不能直接將 這個Vector 直接扯存在一個Vlog 為什麼不能? 因為 因為一個物件的成員 會在其物件本身 因為像 因為像Vector 加一個補語 不是更清楚 一個物件的成員會在 物件本身被摧毀時一起 被摧毀 勉強可以 舉例來說 假設B1 和B2 是 共用兩個Vector 我們不能直接將Vector 出生在一半 因為像Vector 因為像Vector 那樣的 這樣的 其成員會在 他本身被摧毀時 被摧毀 比例來說 假設B1 不就是 共用相當Vector 2 這個 這個又這樣 因為我那個ACD U版 破解版 這個又是 32位元的舊層式 可能都有關係 所以 也好啦 你知其所一樣 很容易解決 桌面的奇怪 他就是不會被 蓋掉 這樣就好 這裡 應該是E 所以E和L是分得清楚 又長的又不一樣 現在恢復正常 現在恢復正常 舉例來說 假設B1和B2 是共用 你看 哪有人家這樣 都是照 英文原文去翻的 B1和B2 2 B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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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 3 2 假設B1還不如這兩個barb共用了相同的vector 你看妖命你說哪一種比較是中文在講話嗎 假設B1還不如這兩個barb共用了相同的vector 如果那個vector是儲存在其中 而那個vector卻是儲存在其中一個barb中 譬如這個是可以啦 例如barb 停一下嘛 那麼那個vector及其元素在barb離開範疇後就會消除 那麼那個可以嘛 因為只有那個 這裡也是那個嘛 共用了相同的 而那個 而這個 不是那個 這個嘛 中文用這個嘛 英文是用lose let對不對 他單數當然是let 你就照著翻那個 舉例來說假設B1和B2這兩個barb共用的相同 你看看哪個翻的比較你覺得很親切 那是同一國的對不對 在地的老鄉 同鄉 共用的相同vector 而這個vector確實是儲存在其中一個barb中 比如 比如 背 背 這 後面簡稱前面先講清楚一點嘛 這個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是不是前後就呼應了 對啊 這兩個barb類別語文共用相同 那你把它儲存在其中一個barb類別語文 這裡就可以省略了 那你也知道這裡的barb是指這個b1b2這兩個barb的類別物件 或是行別物件都可以前面討論過了 行別的 用行別主要是強調它的個體性 用類別主要是強調它的來源性 而這個vector就是其中一個barb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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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說 例如說 講清楚 這個vector確實儲存在其中一個barb 例如說在b2這個barb中 那麼 這個vector集齊元素就會在b2離開範疇 加強一下 而銷毀後 隨之消失嘛 對啊 那麼這個vector集齊元素就會在b2離開範疇 放草而銷毀後 亦隨之消之 為了 確保 那些元素能夠 不講清楚 不講清楚不應其中任何一個物件 我們 依然存在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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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得 我們就得 將那個b2 出存在動態的記憶啟動 不能儲存 不能儲存 就前後呼應嘛 不能 將他 這時候可以用那個 除了 不能將他除了 在任 一個 barb的 類別物件中 這裡可以用行別強調個體性 這就完全沒有任何疑惑了嗎 所以為什麼會用到動態記憶體 為了確保那些元素能夠不應其中任何一個物件失效後 為了確保那些元素能夠不應其中任何一個物件失效 而 為了確保那些元素能夠不應其中任何一個物件失效後 隨之 能夠不應其中任何一個物件失效後 能夠不應其中任何一個物件失效後 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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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得將那個Vector儲存在動態的記憶體中 而不能將它儲存在任何一個Blover的性別物件 為了確保那些元素能夠不應 能夠不應任何一個物件消失後也隨時 為了確保那些能夠不應任何一個物件消失後也隨時消失 我們就得將那個Vector儲存在動態的記憶體中 而不能將它儲存在任何一個Blover的性別物件 動態記憶體的生命週期生命長度是獨立於任何物件的存在 因為它存放的記憶體區是不同的 它是存放在動態記憶體區 而獨立的物件 通常它是放在堆占區 我們今天改的堆占詞像一個倉庫一樣 不用的時候它就 毀掉 所謂動態記憶體就 像自助餐 自助記憶體 對不對 你 要用 自給自派 不要用要自己取消 程式 或者編輯器它就不管了 你要自己負責任 那不用 忘了取消 那你就 記憶體就 外露了 對不對 就洩漏了 記憶體就有外露的 洩氣就是 肉 就浪費 反正浪費 好像跟原文 反正去翻那個意 因為中文又洩漏外露 不太好嘛 記憶體都容易外露形容 記憶體浪費就很順理成章了 最近比較 接下來 下一頁了 定義 其實我覺得我們應該先看一下我們之前做這個 筆記 我發現有些真的蠻好 OK 真的提綱竊領 重點是一定會記下來 今天學來一首 是個體化 這都是為了資料共用 而 用到動態吸引器 這裡都已經 那個了我們就整個貼過來 這個程式要注意一下 常常都 分段分錯 Size Time 分不分其實還好 這是一個建構期 Size Time 這個還是要 這是封號 所以它結束 Street Bomb Size Bomb 這個只是宣告 沒有本體 這是資料成員 Size 不是喔 成員函數 有刮虎 長質成員 你看你怎麼分段它是什麼東西 都看這些特質 它會傳回新別嘛 後面又引述空的 參數列 也有本體 這個就是已經定義好的 分號在裡頭就已經定義好了 成員函式 這個要 要有 連在一起 你忘了給它 它兩個符號不一樣 這一種才是分段在Word 我切它在裡面 貼到Word就變成一個孔向 這一種 這個才會分 好可以 剛好整頁 前人種書 後人呈娘 前面我們有教過 這裡 沒有出現藍的應該都補過 使作我們想要的資料共用 要實現 它原文是implement 為了實現 為了實現 這兩個引號 兩個分段要改成一個 蠻長的 為了實現 我們想要的 資料共用 我們會賦予每一個 Spot Streambar一個sharepoint之項 為了實現這樣 我們想要 這層前面 前面 為了實現這樣的資料共用 為了實現 這樣 具體的 為了對 類別物件 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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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對 blob 類別物件實現 這樣的資料共用 我們會賦予每個 Spinbar一個 智慧指針 指向一個動態配置 動態指針 這是可以的 我們會賦予 我們會給 賦予 賦予是很正式的一個東西 我們會給每個 Spinbar類別 喔這個物件喔 這裡是類別物件 要分清楚每一個嘛 每一個 類物件都有一個Stream 指向一個動態配置的 不是 每一個這個類別只有一個啊 它對出去產出的產品就可以很多 我們會給每個 Streambar類別物件一個 配置一個 我們會給每個Streambar類別物件配置一個 SharePoint的動向 智慧指針 來指向 一個動態配置的 Vector 那個 SharePoint的成員會追蹤 不是那一個 所以你看英文它習慣用lap 中文要用這 這個SharePoint 成員會追蹤 記錄有多少Streambar 因為現在是變Streambar不是bob 前面共用 同一個Vector 這個Streambar成員會 這個 這個 這個SharePoint的 要這樣 中文要這樣更清楚 這個 對不對 這個Streambar的 類別成員 SharePoint 他是他的類別成員嘛 這樣就清楚了 類別成員SharePoint會追蹤 記錄有多少Streambar 這講清楚一點 錄件 共用 同一個 Vector 而且會在 使用那個Vector的最後一個 你看這個哪有中文這樣 多少共用就都在使用啦 還要再想一次使用 而且會在 最後那一個 而且會在最後那個 Better 最後那個 Streambar 因為前面已經有物件了 這也可能會省略 這也指的是Streambar 類別物件 性別物件 被摧毀式 刪除那個Vector 這個Streambar 這個Streambar 類別成員會追蹤記錄 追蹤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記錄 追蹤就包括記錄了嘛 會追蹤有多少 好 Streambar物件 共用 一個 同一個不用同 除非你要特別想同一個 共用一個Vector 而且會 同就有點墜漬了 而且會在最後那個 Springbar被摧毀時 刪除那個Vector 同樣我們改完了最後 整個在重讀應該比較好 而且 等一下重讀的時候 會隔幾分鐘後嘛 稍微模糊了 自己改做人家要怎樣 這個大概短暫的 讓你更謹慎的改自己做人就是可能要隔個一兩天甚至一兩個禮拜一兩個月一兩年 更沒有印象自己變成一個另外一個人 讀者了 才改你就更容易看 看到當時沒有注意到的 盲點 甚至要隔好幾年 有些作者 你看古時候很多作家都是 晚年在 整理自己早先作品可能也會改動 又發現當年不足的地方 那有些像我這個 你看現在Facebook他都會 給你說幾年前有什麼有時候看之前的自己 現在還不敢不敢動 以前想到現在還沒想到 所以之前的自己不一定比後來差 後來自己也未必強 通常後來都會比較強 不是絕對 這補一句話不是更好 並是這是主題嗎 不要忘了我們這裏主題是 一體資源的動態配置 這就叫動態 所以我說這個動態反而比較像自助餐 什麼動態你都看不懂 這動誰在動 主持 省略主持 就要成功第八招 是我們要自己動 不管是配置 占儲自己動自己動手 DIY 所以我覺得動態 配置記憶體還不是DIY 對 字數,不是字種 字數去配置 自助配置記憶體 或DIY 對啊 動態配置記憶體 他的意思就是自助嘛 你要自助餐 或DIY 所以動態 動態還不如翻成動態 還不如翻成製作DIY來個四號 Do IN YOURSELF Do IT YOURSELF 不是IN I應該是EAT 你自己自省 自助或自省 自助意思是自助餐嘛 而且會在最後那個Stream 那字是誰字 不是城市 是我們 撰寫城市人 啊 身處能夠被的必釋放其所振用的記憶體資源 我們仍然需要決定我們的類別會提供什麼印象 廢話 我們一樣 我們一樣 我們一樣必須指定我們的 類別會提供什麼樣的印象 你自己看誰的比較充滿 我們一樣必須指定我們的類別會提供什麼樣的印象 整個都給你刪掉再改 你自己看哪一句 你自己看畫掉被我畫掉了 跟我們改後的哪一個 我們仍然需要決定我們的類別會提供什麼 他也沒有錯 就是像文言文敖口嘛 誰會這樣講話 我們一樣必須指定我們類別會提供怎樣的印象 自己看哪一個 我們就知道中文能力重不重要 治癒一下我們四周圍都已經算了一個小 的一小個自己 什麼東西啊 小個一小小子極嘛 小個子極 你看 一個小子極嘛 人必自重然後人中 我滿喜歡笑 當年雷教授費課程 我們是有頭有臉噴馬賽克的 所以人類 在這個地球上人類是不是起碼分這兩個 一個是上帝派一個撒旦派 你說我什麼是撒旦派 是他們那種撒旦 自己心中都有一百二十 需要決定 對不對 那我就翻成指定啊 決定之後自然會指派嘛 就叫指定 指定一定有包括人決定在裡頭 那他這一定不是光決定而是還要指派嘛 對不對 反正指定不是更好 就是因為你不懂什麼叫指定 決定後指派就叫指定 決定後指派就叫指定 因為畫的他就翻什麼 他都沒想到 怎麼樣的 不是更好 怎麼不是也是代名詞嗎 而且他也是形容詞啊 怎麼樣的運算啊 什麼樣的也可以嘛 怎麼樣比較口語嘛 現在呢 現在就好 什麼至於現在 現在 我們會使作一個 你看 一個 小子極 一小個子極 一小個子極 你看 完全照英文 一小個子極 可哩不可哩 中文當然是一個小子極嘛 會變一小個子極 可是一個小子極還是不夠中文啊 太文周周了嘛 Some way of the vector option 我們一樣 必須指定我們類別會提供這樣的 現在我們只會 實作 一部分 就是小子極嘛 哪有這樣的 意思就是這樣嘛 不是所有的Vector 我們只會實作一部分的Vector 而不是全部 他要講的是這個嘛 自己比比看 你要這個一個小子極 完全就是照英文去翻 你看 我們需要噴馬賽克嗎 你們才要噴馬賽克嗎 丟臉 而且罪證據確鑿 一個小子極 他就子極呆呆的 這個是子極 就好像我教學生 他就持本位來學 家喻戶小就家喻戶 也不知道戶小家喻可以 戶欲加小也可以 他就只會家喻戶 其他都不敢動 子極之告 subset叫子極 就子極都不敢去動 他也只要一小個子極 他也只要一小個子極 這是我改的嘛 不是嘛 一個小子極來通嘛 這應該是筆物而已啦 一小個 因為不可能 一小個子極太誇張 因為 通常你照翻 要翻一個 一個小子極很壽 一小個子極都應該筆物找過來 可是不管怎麼樣都是很明顯就是照翻 你看我們改的 現在我們只會 你看現在只這樣 而不是全部 只會實作一部分的Vector運算 而不是全部 這不是他講的嗎 因為Vector運算有好多 所以他才提到只會 10座 Farm 我要出中文版 要不是人家有個智慧版 人家也沒授權你翻中藝版 而且他這個中文版有版權 我們也不是盈利呀 我們是叫什麼 舊中文舊資訊 哎呀 資訊界的中文要命 要不要看我學生的成績 你看我教過 我們通識嘛 都會有資管資工資傳的 這些資訊相關的 來修課你看 我印象裡的這些都是非常差的 我那非常非常差 只有這 這一次上課 我看他應該也不會多好 他至少還很用心 然後問了一個還蠻有水準的問題 就資工還資傳 就讀讀這一個 稍微出色一點我想他 而且上課蠻用心的 希望他要加油 下一次我跟他講 對啊 就這個學生 這應該跟個資沒關係啦 因為這是好的嘛 雖然還是差 他考的話我也不記得 可是我們看他好的一面 你看這個 就這一個 二七半 禮拜四 一二堂 只有他一個 這一半只有他一個資工資本 你看 資工 這我想沒什麼隱私 你自己不來上課 你看 我問這個取豬懷抱的豬 上課蠻用心的 幾乎都沒缺課 你看沒缺課 那下一次正好 尤其資工絕對是寫陳詩 我就跟他講 你看老師自修 我想他可能跟我一樣 西家家也是一張空白 你看我翻的 跟人家中文版翻的 你比較看得懂 你就回去 你看得比較順眼 覺得比較是我們 自己人翻的 楊金幫中文 啊 我們一樣必須指定我們 這必須這幹嘛必須 你需要 這我翻必須這款 我們一樣會 這會就好 你 會就是因為有需求才會去購買嘛 你看都這樣表哥原來 不會 就卡在那個需 需要需上面 那我知道 不要被虛這個字面 前面才討論過對不對 什麼叫翻 像翻牆一樣 翻出這個字面 像一個圍牆要翻出去嘛 翻出去不是叛逃他 翻出去另批一個家園 變成姐妹校 或姐妹 我們一樣會指定我們的類別 提供 我們一樣會指定 我們會提供了 怎麼樣的運算 但現在 我們那 但是 我們一樣會指定 我們的類別提供了怎麼樣的運算 但現在 但現在 我就說要再讀一遍才會 對不對 弗鬧這個原來 但 想都想不到他會翻蛋 從上下文 他知道也知道對不對 他是 他也 他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我們只會始作部分 可是以後我們可能還是要 去提供完整的運算不能只是部分 對不對 但現在我們只會始作 一部分的 喔 而不是全部 而不是全部 我們一樣會指定我們類別對於 講清楚因為後面竟然有這個 對不對 他竟然用到Vector 所以一定是這個意思嗎 我們一樣會指定我們類別對Vector提供了什麼樣的運算 但現在我們只會 實作一部分 的Vector 運算 而不是全部 對不對 你實作Vector 原來就有一些運算 那你現在自己暢建一個媒體模仿 或者採用Vector的運算來做 而不會 原來Vector這個容器 程式庫定義的容器所有運算我們都實作 可是我們未來可能都會 因為我們既然要用到Vector 那可能Vector的運算我們都要提供 或變成殘障 殘缺的 我們也會更改 存取元素的運算 修改比較對 修正 其實更也可以 我們也會 因為更好像比較好 更比較改變更格 修的話好像還是原來的稍微修不好 更改變 我們也會更動 或者改變 更動 對 Vector 應該說存取 我們也會更動存取Vector元素的 相關運算 例如 如就可以了 from 與back 成用漢式 這樣的 諸如 諸如 from 與back 這樣的成用漢式 在我們那邊 如果使用者 使者存取 不存在的元素 所以這應該是稍微而已 如果真的是冒號 Chain 所以加個稍微我們也會稍微 更動 對 Vector元素 存取的 相關運算 除了from 以back 這樣的成用漢式 在我們類別中 如果使用者是的存取 不存在的元素 在我們定義的 StringBlob 講清楚一點 不是好 在我們定義的StringBlob 類別中 如果使用者 不用試著 存取的 不存在的元素 這些運算 或者要 如果 企圖也比較好 不存在的元素 如果使用者 企圖 存取 不存在的元素 那麼 這些運算就會 這些運算 就會丟出一個禮幻 我用丟比較好 直出 太文周周 你看都喜歡用文 就會丟出一個禮幻 這個就不用再白話 因為這個業界 對不對 例外什麼例外 當然對 純中文用法 不懂 資訊的 你丟出一個例外看不懂 只要在例外情形的警示 我們這裡就 因為我們畢竟已經讀到12章了 還有我們也有一點 層次設計的基礎 我們當然是 是完全 你要顧慮到今天你面向讀者 尤其我今天如果翻譯的書已經分到12章 前面已經很多 你這當然還是 就像我們前面翻譯 前面提過後我們就可以用簡稱 才不會讓人家混鳥 最保險就是囉嗦一點沒關係 不要讓人家覺得囉嗦就好 詳明一點有什麼關係 詳細明白 在我們定義的 像我這個 這樣不是清楚嗎 像他原來這個也不講 現在就討論這個嘛對不對 不是定義一個SpringBlob嗎 在我們定義的SpringBlob類別中 如果 如果有人 使用者不就有人嗎 使用的人 你看我教你們 者就是的人 對不對作者 筆者 記者 如果有人企圖 存取不存在 那麼這些 就會 先行檢查並斷 並丟出一個例外 那麼這些例外就會先行檢查 並 丟出一個例外 藍查 要檢查 因為前面已經確定 先行藍查 應該有這個詞彙 新聞裡頭警察藍查 藍下來檢查 藍查 藍檢 藍檢機場 檢稱藍查 沒錯 藍下來檢查 你看 翻得多中文 那麼這些用人就會先行藍查 並丟出一個意外 把它攔截住 藍檢查 這可以看Google 你就知道 我們的類別會有一個預設建構器 另外 此外 對不對 因為意外跟此外 是同 不 藍 猴子 稱霸王 三中無好漢 胡孫稱霸王 一般不會用這個 三劫沼酌都有 好啦 形容奢華 酸子串血 手動波跟 洛陽修的故事 所以這個意外 真的沒有 所以我們意外就給他 此外就叫 意外就叫 還是 此外叫 這是鋁 心 此外 意外叫心火 此外 此外好像比較常用的 好 好吧 我把原來都改掉 呵 不行 啊 此外我們的類別 還會 有一個 在此之外 因為我們會實作部分的運算 或者講清楚也除了上述的運算 我們的類別除了上述的運算外 我們的類別還會有一個 預設建構器 設計不是更好 還會設計一個 我們的StreamBar都不講是什麼類別 我們的StreamBar類別還會設計一個 定義 還會定義一個預設建構器 以及參數 以及參數行別為 InitializedStreamed 也有二雷 221 參數行別為 行別都是這個顏色 的一個建構器 我們的類別還會定義一個 預設建構器 以及參數行別為 以及一個 我們的類別還會定義一個預設建構器 以及一個參數行別為 InitializedList Stream的 建構器 這個建構器會接受 一個當好把火灰起來的初始計算 作為他的引述 你看英文這就更明顯了 他一個take我們讀了那麼多 他就一定是一個 對不對 我們前面講到 參數或引述 我好像都用take當動詞 你就知道他表達什麼 你不能 就接受 接受一個 初始器 幹什麼 英文可以省略中文不行啊 你看他原來 哎呀 我把他關掉 這個建構器會接受一個大咖 大瓜虎 圍起來初始計算 作為他的引述 其實只是多了這一個 這個建構器 會接受一個 大瓜虎圍起來的初始計算 作為他的引述 講不得很清楚 不用這個補充說法而已 這個建構器會接受 因為參數型別是這個當然就是 可以接受一個初始計算 這裡就是 一些程式 前面好像是 看來實現深藍色的字 我看一下 順便修行一下下 保障衛士他們在幹嘛 這些都可以分享國文工廠 討論太多這個 跟這個中文翻譯 問題 絕對不是三層教你寫程式而已 那一般人呢不想看 假如是熱中或者有心國文的不想看那就是你這老虎吧 成劍嗎 這個學成室跟我五關 人的避障很多 避就是被遮蔽了 這樣買 不會吧已經是受三歸一了 這還不輸給那個華障衛士 這還不輸給那個華障衛士 實質想著 可是上一代啊 是老虎 把那老人 把那些信心的反尊先 我覺得好可惜喔 他們 還是走不開民國初年以來 文言白話兩派 好像我沒有學文文 你看我身頭正在國文界的 存在價值 所以我說我可能是犯過 很少人去琢磨 其實有些專家 他們都有提到的文言文和凡化文的關係 可是不是叫我們那個為主打 他講的那麼淩漓盡致 跟生活如何有關 剛好我都教了國文 真的是天命 天命之衛星 愛心之衛星 這些 才多幾個人而已 對不對 船變很浮的啦 這站中間應該是要受三規一吧 可能在受三規或武功 武功可能圓滿 卡拉斯 甚至我可以把這個卡拉斯直接貼上去 直接取他的顏色 這只是大小 這不要那麼大 這裏城市的 那個我們都是用 這裏整理過 段落也可以小一點 武丁航高 這十三號是 難得 為什麼 照理說你航高比他點數小他會被擠住啊 奇怪 是因為這個字體的關係嗎 Public 這也是 這個顏色 這也是 Tide Dev 也是 軟絲 Vector 這個反正是黑的 這個Vector 是藍的 STD 標準層次庫 縮寫 Standard 一個有 Size Time 所以它這個是 還是用傳統的不是用use什麼 它是dev 對性別的區別名definition 用它這個作為我們這個性別 就簡稱就不要用那麼長 建構器是應該是 真的是這個 咖啡色或鐵咖啡 這個顏色它是沒辦法 反正這個 可見你看它都是 那個什麼 函數之類的嘛 所以它都這個顏色 我們就用這個 模擬一下 兩個建構器 一個是預設的建構器 一個就是接受這個為引述 一鍵構器 IL就是 這取頭兩個字母 然後這個是引述參數它是用灰色 我們一樣 看它取得到取得到可以取得到顏色 一樣我們就取它的顏色 然後SizeType Size 成員 成員Data的黑字 解參考之後 你看這個 反而是這個 行別 跟行別有關的 所以它綁的這個是行別 傳回的是Size 這個成員函式 所以它呢 很明白它就是函式嘛 所以它才會 是這個顏色 Empty 也是一個好像它傳回的是Bullings 也是藏直 你會不會更動它 裡頭的 物件裡頭的資料成員就是 這就是把這個 對容器的運算 這也是容器的運算啊 他剛剛說 舉例來說 侏儒對不對 其實它這裡的Empty跟那個Size也是嘛 還是成員還是 可是 它這也是講存取元素 這個是不只存取元素 它只是計算元素數量啊 判斷 是不是一個空的 容器 這就不是存取元素 所以它前面是 這個才是Pushback 對不對 這樣放 Back 這就存取元素 新增也 也不算 嚴格來講 不像這個 這個才是存取 對不對 Pushback 這個縮牌我們就不管它了 Pushback 放拜 私有的成員 Private 它是一個 這裡關鍵 智慧指標 SharePoint 它指向的是一個 Vector 元素是String的Vector 然後這個資料成員 的新別是SharePoint 它叫Data Data就是Vector 裡頭元素 然後它這個成員也是用黑色 我們就一樣黑色 這裡一樣是成員還是Check 檢查 SizeTile是我們前面定義別名 所以這裡可以有 不知道 它前面好像提過 只要在同一個 類別以後 它是不分前後 好像有一個 除了一個東西 它分前後 其他好像不分 忘記 那它帶了兩個 那個 參數 參數是這個灰色字 一個叫Message 一個叫 Message 其實對String的一個參考 對String的藏職 藏職參考就是因為希望他接受的不光是藏職的 引述 也可以是非藏職 假如你是非藏職的 他只能接受非藏職的引述 藏職 但是我們那時候歸類嘛 常職不能作為非藏職參數的 這個 參考 非藏職參考的這個參數 的引述 因為就好像佛菩薩 常職嘛 他不變了 我們是會變 你不能叫佛菩薩 歸於我們嗎 指派給我們用 不是我們可以歸於佛菩薩 我是這樣理解 可是這個觀念好像不是很好 沒關係 長職的也是一個關鍵字都是那種深藍色 這樣這就讀完 剛好其實跟這個是完全一樣 那這個我們是在哪裏 Page 474 在練習了嗎 不是 還是給他縮排一下 只有Private是定格的嗎 記得的Frame是後面提到 現在還沒用到Frame 對嘛 對嘛 不然是後來的 我們還要做一個 他的字真心 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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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是後來的 我們還要做一個 我們還要做一個 他的字真心 筆 這個Board在 這個類別就是我們石座 Inside class 我們石座了你看石座這些成員沒錯 成員韓式 想清楚一點 這不是更好嗎 在 這個類別 這個拿個類別 StreamBrop 我們石座了 Size Empty Pushback 這些成員韓式 這些成員 這裏就可以省略 會將他們的工作透過 Data指標 因為他的型別是指標 所以稱那個 轉發給底層的Vector 是不是這裏值 因為那個Data都是他嘛 這裏的關鍵是在這 轉發給底層的Vector 這叫轉發給底層 因為對他做解參考底層 他指向 英文用底層 你就說指向的不是更好嗎 轉發給他們 原文是underline 這是背書一下嗎 這些成員會將他們的工作透過Data指標 轉發給 他們指向的 Vector 來運作 把他的工作轉發給人家去做 轉 轉派 對不對 所以才有偉派 偉派 偉派 對不對 這多好 你才知道為什麼會有偉派這個東西 他自己不做 他雖然有做啦 其實他實際上 還不是叫 Vector的運算 這就是他呼應他前面的 實作部分的Vector運算 對不對 這些成員會將他們的工作透過Data指標 講清楚一點 這智慧 指標 對不對 會將他們的工作透過這個時候偉派給他們指向 現在你們專業裡頭有這個詞 偉派給他們 你當然不要覺得 他這裡絕對不是delicate 他只是 trans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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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給 轉派 我們還是用轉派吧 跟偉派他畢竟不是用偉派嘛 主要是 我們這裡可以做個 註解 其實就類似偉派 為什麼叫偉派 這些成員會將他們工作透過Data這個智慧 指標轉派給他們指向的 Vector 指向的就是底層的 Vector來運作 舉例來說 一個 Stream Start 上了Site Site是成員憨事 會呼叫 會呼叫 會呼叫這個太奇怪了 CodeData 讓他解參考之後再呼叫這個 我這樣英文自己本身不對 照翻 我們不要管英文 因為我們現在發現他有些太過 自己也沒有講得夠清楚 對初學者 舉例來說一個Vector上的Site 會 將 Data解參考之後 後面才備註就是這一行 前面竟然是工作 這就用工作 會將Data解參考 Dereference 會將Data解參考後 呼叫 Vector 的 Site成員 來 進行實際的工作 與此類推 其餘的就像這樣 是與此類推 明白一點 與者以此類推 其他的 真好玩 真好玩 我覺得熱帶 之前還 真的把自己學習的熱情找回來了 歐 歐 而且意思類推 爛 這你看 我就會改成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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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音是不是也很像 他們就是 反正英文講什麼字典 拿出來查 就把它套上去 像代數幾何一樣 想這個好清楚 英文原來 在它上面的 Site成員會呼叫 這個怎麼呼叫 又不是韓式 這個東西怎麼呼叫 通常我們韓式 Function才會用Cose 或者我們說要run 執行這一行 真正被呼叫的是這個 Vector上這才呼應了它前面的 為什麼10座部分的Vector運算 那這是不是就Vector運算 甚至你要說運算工作 一個StreamSite 這就不要再加成員韓式了 因為我們不要顏色 會將 會將 是不是這兩個 類別在那合作 會將Data解參考後 呼叫Vector的Site成員韓式 來進行實際的運算 運算就是工作 全面的工作 集 所做的工作 於這以此類推 操縱辦法不一定要暢銷 真不想操壞自己 Sitinbong的建構型 接下來要談談它的建構型 每個建構型的使用它 每個建構器都使用它的建構器出洗式散熱 這個牆什麼 怎麼會每個建構器 這要開兩個視通可以行嗎 有每個建構器嗎 這個沒有啊然後每個建構器只有一個啊 搞什麼啊 他是說所有的 那你就要加說在類別中 在西迦迦迦的類別中要補上這一句嗎 我還以為是他的建構器那麼多 主持神業變成心靈的快樂 語言不響交代不清 在西迦迦迦的類別中 建構器都會就不要每個都會使用 他的電構器這專有名所以不能那個 建構器初始期串熱 用他的建構器初始期串熱 建構器就這裡 建構器 建構器初始 awareness 建構器初始 range 建構器初稅 建構器初衛 建構器初衛 建構器都會使用它的建構器初始器串裂 專用名詞 只能這樣標才不會 都會使用它建構 竟然是construct也只能照翻 專用名詞就沒辦法 有規矩的台北車站不能自己在變化樣 construct名詞 名詞、名詞、三個名詞 建構器初始器串裂三個名詞構成一個 符合名詞 來初始化它的 這裡怎麼可以寫data 所以很可惡嘛 亂翻 這是data 這個英文錯 你這樣標人家還以為是前面那個data 中文版就不敢翻 英文自己錯 資料成語 英文一定錯不要錯 這個data不能 data不能那個 你看 Google版也沒有更正 Streambar中的 所以他取的名字不好 用版就誤了 什麼了不起的東西啊 天啊 快一杯 又震動又出聲音 設定要改一下 這裡data不是指Streambar中的 原本版排版 格式化就誤文 中文版不用講 Data不是指Streambar中的資料層面 他哪有初始去串列 他只有一個自訂的啊 哎呦我的天啊 是我錯 是我錯 後面對不對是上下文 難得 我講過我們寧願自己是最爛的 拒絕他如果 這要 拒絕 這裡就可以了 就不要每個了 就不要每個了 都是不只一個都會使用他的建構器 初始去串列 來初始化他的 data 資料成員 這樣就清楚了 data 因為他也是黑色 我們也知道 初始化 讓他 這個 讓他 讓這個 智慧指標 data 指向一個動態被制 的Vector 所以他一定要用到Makeshare 對不對 初始去串列 換前面 沒有 這裡還沒有 只有定義 如果 data i 無效 就指出Message i 是這個 data i 這個人有錯 真的 data i 什麼 指針 data 是一個Vector 對他 元素 進行存取 可是這裡應該是解參考 對不對 怎麼會是data i data是指針 要不是直接是個容器 這裡要改 這裡要改 剛剛只注意這個 沒有注意這個 新增和移除元素 存取元素 元素存取都可以 存取元素 那 如果 對 data 指向 的Vector 下 標 運算 不效 就會指出Message 是不是很清楚嗎 如果對data指向的Vector 下標運算 i 無效 就會 下標運算 死 突然來一個 這個誰看得懂 data i 他這個 現在都宣告 根本都還沒出實話 對不對 這裡還沒有出實話 這裡沒看到 那個 這個 建構器 初始期串列 對不對 所以他這一看 這裡應該是時候 額 還沒寫出來嗎 這邊是額 而我們 定義 的這個 Strimbar 其建構器都 應該 要使用它的限構器 初始期串列 來初始化它的data資料成員 以便 以便 讓這個智慧指標data指向一個動態配置的Vector 預設建構器會配置 Strimbar的預設建構器 會配置一個空的Vector 下面就是這個 是一個計畫 我們應該這樣做 完全的照翻 我們定義的這個 Strimbar的建構器 都應該要使用它的 建構器初期串列 來初始化它的data資料成員 以便 讓這個智慧指標data指向一個動態配置的Vector Strimbar的預設建構器 會配置一個空的Vector 下面就舉例啦 Strimbar Strimbar Data 這裡已經有本體了 就這定義 這個冒號跟 圓括號 參數列中間 parameter list 中間這個就是初始起串 Data 它會用一個 對不起我錯了 這才是參數列 應該冒號跟本體 中間 這整個都是初始起串 它是用Makeshare 對不對 我就說它會 一定要用到Makeshare Lowshare 你沒有提供 Data會用Makeshare 傳回來的指標去給它初始化 那Makeshare 你沒有提供 那個引數的話 它就是一個空的 那種空的指針 傳回一個空的 share point的指針 對不對 那這個指針是指向這個VectorStrim 這個行別裡頭 是不是 你這樣就會讀這些道理在寫什麼 你看我沒有進度壓力 每一個都學的很紮實 哪裡錯馬上就知道怎麼更正 關鍵是在這一個 這就是預設建構器 因為它沒有帶引數的都是預設建構器 那這是另外一個囉 有帶引數的 對不對 而接收一個 它就辦在一起 接收一個 你Initialize的建構器 你接收一個又來 它只用technic 作為引數 你這不能省略嘛 而接收一個Initialize 初始有契串列 你看前面有翻 Initialize the list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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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收一個初始期串列 明明學來的初始期串列 作為引數的建構器 則會 將其參數 傳給 對應 對應的 對應 應該說指向的才對 則會將其參數 傳給 對應 怎麼樣對應 法 講不清楚嗎 所以我們再講清楚一點 在本體和帽號中間 則會將其參數 參數這個嗎 初始期串列I list 你用來是I list 你看傳給對不對 傳給他是不是這樣 傳給對應 怎麼對應 傳給 data 指向的 傳給智慧指標 data指向的vector 傳給你 按摩 傳給你 我們來是否 發動最好 Vector它本身有建構器 所以将其参数传给智慧指标 Data指向的Vector的建构器 那个建构器 那个Vector的建构器 讲清楚一点 那个Vector的建构器会借 由拷贝串列中的值来初始化它的元素就好了 Vector的建构器会借由拷贝串列中 传入对不对传入的 会借由拷贝这个传入 这个传入串列中的值来初始化的元素 Vector的建构器会借由拷贝这个 会借由拷贝这个传入 这个被传入串列中的值来初始化它的元素 其实它是作为Meshire的建构器 对不对 所以它这漏掉一个东西啦 我们给它补上 英文也不应该嘛 它的原理是 它传给它 那它是Meshire的引数 不是Data的引数 也不是Vector的引数 那Meshire引数之后 你是借由 也就Meshire它可以借由 它指向这个行别的指针 它会传回指向那个行别的指针 它借由这个东西去把它指向的那个物件 就是Vector来所初始化 对不对 相对应的太笼统 太延简而易不该 人家说延简要易该啊 这整个都给它改型 接受一个Neshire来作为引数的建构器 则会将其参数传给智慧指标 将其参数传给Meshire 作为 作为 将其参数传给Meshire 作为 Meshire好像不能用这个颜色 程式库函数好像也可以 Meshire Meshire 啊 有吗 有吗 你也是 好吧 你看它预设进攻期也是用Meshire来 初始化 两个都是用Meshire 是用Meshire 作为初始化 要 伟传 作为初始化 這位僵持參數藏個Meshire 作為初始皇Meshire要回傳的 智慧指標 指向的 Vector 那個Vector的建構器會藉由 這個 串煉 來 初始 那個Vector會藉由拷貝這個 被傳入串裂 的值來初始化 他的元素 我接受一個你需要作為印象會 則會將其參數傳給Meshire 作為初始皇Meshire要回傳的智慧指標 這個智慧指標是給Later用 作為初始皇Meshire要回傳的智慧指標指向的 Vector 作為初始皇 作為 初始皇 Meshire要回傳的智慧指標 指向的Vector 可串列 那個Vector 建構器 一樣那個就要改這個 這個Vector的建構器會藉由 拷貝 這個被傳入 串列的 拷貝這個被傳入串列的 來初始皇Vector的元素 我接受一個0.0.0 作為印象的建構器會將其參數傳給Vector 作為初始皇Vector要回傳 的智慧指標指向的 作為 Meshire回傳 的智慧指標指向的Vector 的智慧指標指向的Vector 的初始皇串列 作為Meshire 作為Vector回傳的智慧指標指向的Vector 這句有夠複雜 不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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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給Vector 作為Vector 回傳的智慧指標指向的Vector 用來初始皇的傳 用來初始皇的傳 好複雜 好複雜 這個Vector的建構器就會 藉由拷貝這個被傳入的串列 的智 來 就會省略 就會藉由拷貝 這個被傳入串列的智來初始化 其本身的元素 好複雜 其本身就是Vector 因為它是Vector 在這邊高齊 這Vector其實高齊就會藉由 拷貝這個被傳入串列的智來初始化 其基本的元素 這位 make sure 回傳的 智慧指標 make sure它會回傳一個智慧指標嘛 作為回傳的智慧指標 所指向的Vector 用來 初始化的串列 加個鎖 你看我們講鎖不是亂用 智慧指標指向的 所指標是他指向 Vector Vector用來初始化的串列 也就是所謂串列初始化 這Vector建構器就會藉由拷貝這個 被傳入串列的智 來初始化其 本身的元素 其所謂的串列初始化 這裡我們加個 即所謂的串列初始化 所以他其實就是用串列初始化 用 串列初始化 來 初始化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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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做自向的Vector 沒有 這是用串列初始化 來初始化這個make sure所產生 所回傳的或產生 所回傳 的智慧指標 指向的 不要太多所 英文版也是夠簡單 還不能怪中文版 中文版你看 就像那個古時候那個正義術對不對 十三經的住術 術都不敢推翻住 錯了也照去幫他掰 守住原則卻失去了 人家說無礙無失誤更愛真理 可是守原則又有守 人家說失誠又失誠的好處 凡事都是這樣 利弊雙刑 不能說絕對的怎麼樣很少有絕對的除了佛法 但是要突破之後的絕對 藉由拷被傳出傳列子來初始化起本身的元素 翻得多好 元素 就是對元素存取的成員函式 前面是資料成員的初始化 是談了那個建構器 接下來是下一頁 457對不對 你看 你看元素存取的成員 對應該存取元素的成員 A別一個Private的工具函數 什麼叫工具函數 等下看元文 現在接受一個String的數 比較麻煩的是這個 然後 一附愛大於等於β 出版本文字幕提供 PAR好像就是堆疊 這個才用堆疊不能翻成堆站 堆站記憶區就像一個倉庫一樣 就翻堆站我們前面討論過 我之前也是堆疊堆站好像差不多 你看吧轉發尾派給底層 Vector去運算 Streambox 這個是 不能中間不能空的範疇運算值 Check 這也全部取代看看 CHECK 就會支出A1 文周 丟出意外不叫直出 白話誰會說直出 文周周是不是文周周 好奇怪我們應該才比較喜歡文周周 人真的很妙 無名中生迷惑顛倒 佛大智慧絕對不是 我們自己看一遍好了 我們的花花力量看不到 環 called 兀 長 運算 養 最好的 關 hyp 真 上 Back on empty string bar Return data Pop back, check Pop back on empty string bar Data Pop back 邦與Back層原應該重載於Cons 這些版本第一就留住 應該重載於 應該做一個重載的版本 或多載的 拷貝指定按摧毀 應該他動態的摧毀 整頁要好 Data 存取元素的成員盤式 更明顯的不要這樣想 對於存取 Vector 元素的成員盤式 要怎麼定義 重新定義 因為他前面講更動 Change 對於 存取Vector元素的成員 要怎麼重新定義 這一節 這一段主要談的就是這個 這個區段談的 這部分 你看我們翻譯的都對中文使用者很友善 對不對 Pop back Farm back Farm back Farm back 這三個成員盤式 的運算 都會存取 Vector中的成員 元素 怎麼會成員呢 存取成員元素的成員盤式 存取Vector元素的成員盤式 對存取Vector元素的成員盤式 附一下英文原來是這樣 附一下英文原來是這樣 這三個成員盤式的運算 都會存取Vector中的元素 沒變 對不對 對啊 會存取啊 怎麼會成員呢 你看 他會 這三個運算都會存取Vector裡頭的成員 這成員其實是Elements 絕對不是說Vector這個類別裡頭的成員 資料成員 或者那個 欸 不對喔 我懂他的意思 他是說我們這三個 所以 有時他就是很多不該省戀 這是成員沒錯 是成員不是元素 所以前面要補這個馬在 我們 我們 愛省略跟著亂省略 在我們定義的Stringbar類別中 Pubback 這三個成員函式的運算 就不要得運算 這三個成員函式都會存取 都會用到 都需 都必須會 都需用到Vector中的成員函式 這些運算 必須在試著存取一個元素之前 這些運算 都必須在試著存取一個元素之前 先行檢查 該元素是否 該可以啦 先行檢查該元素是否存在 因为有数个成员 都需要做相同的检查 因为有好几个 因为有好几个成员 还是 都需要 用到相同的检查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 可以 让我们的Streambar 你看对中文使用者多有 Streambar 类别 定义一个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Stream 类别定义 一个Private 工具函式不好 这也不是专用名字 Utl 所以Utl 绝对不是工具 反正工具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 Stream 把类别 定义 一个 Private Private 函式 叫做 check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 Streambar 类别 这个工具 就是用来写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 Streambar 定义一个 Private 的成员函式 叫做 来供给 这些 成员 韩式使用 对不对 对嘛 这就是utility 翻 utility的意思嘛 供给他使用不就是工具吗 翻代代的翻成工具 才是中文嘛 工具还以为又是什么新玩意 因为有好几个成员函式都需要用到相当成员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 Streambar 类别 定义一个 Private 成员还是 一个叫做 Private 定义一个叫做 check 的 Private 成员函式 来 公给 或者提供 来提供 这些成员函数使用 对不对 这些吗 因为有好几个 这些是哪些代名词 因为前面提到 就是要找对 主词 找对对写 这个check 会 验证 所以他用代名词 我们不要代名词嘛 翻译翻译 这个check会先验证 会验证 会检查不就好 会检查一个给定的所影 值 是否在 vector 的范围之中 容器才有范围 范围的范围 这个check会检查一个给定的所影值 是否在vector容器的范围中 除了 除了接受一个所以 只作为 其引数 check的还接受 一个stream的引数 一个stream的引数 好像不是stream 是stream的参考 原文写stream 他其实是一个stream参考 对不对 对呀 所以应该是 还有一个 也对啦 引数 对他的参数是对stream参考 你当然传给 他的引数值 行别不会传参考嘛 你就是传stream 所以没错啦 那这样原本来说 他参数是stream 对stream的参考 长值的参考 传给他引数当然不会传 对stream长值的参考 除了接受一个收音值作为其引数 Stream check 还接受一个stream 的引数 要说stream行别的引数 还接受 还接受 还接受一个 除了 我们不是需要吗 除了需要 他需要这个才能就做印算 这个引数不能省略嘛 所以不是接受 对不对 他就是需要这个引数 你要用check 一定要传这里 除了需要一个 除了你值作为其引数 你还需要一个 还需要一个 Stream行别的引数 他会将 讲清楚一些 check会将之 check会将之之就带stream的引数 传到例外处理器 所以一定要用永文备注一下 past 除了 除了需要一个收音值作为其引数 除了需要一个收音值作为其引数 还需要一个 Stream行别的引数 随时就带出 这你看 英文省略了 甚至英文是这样讲 你要并起来讲一句话 Stream是怪 完全不能照英文去翻嘛 要取他的意思 除了需要一个收音值作为其引数 切开需要一个Stream行别的引数 却会将之传到 传给 例外处理器 来表示 用来 描述 就表示 不能照英文 描述不是describe可以表示 跟express有点不同 用来表示 出了什么错 用来表示出了什么错 可以了 还有我们前页我们要复习一下 我们说翻译完了再读一遍 多行奇怪 当行间 加个那个变多行 还可以0.5行 比较多行 用来表示出了什么错 用来表示出了什么错 城市出了 什么错 然后 如果I大于 等于data的size 对不对 结参考之后size 那么就 丢出一个out of Slow out of rain 所以我们看他这个是什么 也是这个 索还是紫色 衣服也是紫色的条件区 是代表什么东西 哇贴过来就变这个 所以那个颜色他也是取不到 只好自己配 类似就好 要再暗一点 丢出一个message 然后他这是引数嘛 所以引数都是这个颜色 他这也就是他说他会用上 用上他的成员函式 这些 成员函式 check都会用上成员函 那check 其实刚刚讲过那些都会用过 所以我们再定一个 工具用 对不对 独立的 你就可以对我们的 性类别额外 另一个 或是另外 另外就是 令 令也可以写一把招 应该是一把招怎么会立 难道他独立生吗 有人写下面一把招就好像 要分别的笔把它剖开 为什么表示单独 我觉得这应该二个字 否则就是双生 对不对你看也没有啊 后期字 如果是这个令呢 应该没有 没有 说我你没有日子 还可以字样说明 立之便于口清说 此之于别的作法 不同 我给你讲 我跟你讲 我觉得根本就以而成而 我觉得应该就是 别的左边 对不对 你看 他就是别嘛 另有他 他一定跟刀有关 你看 没有什么古文字 古灵的后期字 你看 他就把他当成 寡了 有没有 有别嘛 应该是这个 他这个是对的 本为一字嘛 后来就 后期字你看那个 怎么可能古早都不用令这个字 那只不过 可能声音发生变化了 人家就写成立了 住那个双生 有可能这样 他这时候不念 不再念寡 寡可能原来当动词 或者另外一种名词用 另外 另外我们不是当名词嘛 通常另外我们什么词性 副词嘛 对不对 通常这 你看都副词性 别有他用 对不对 那分别别可以当动词 动词名词是 写寡 一把刀 副词用就写一把力 也许是破音寡令 对不对 如果这破音还破了没有规则 非常怀疑其实就是那个 另外 看连这个都可以讲到 所以我为什么不能古文共欣赏 这还讲到古文 照之理 没想读这个原文读电脑书竟然 对这个 令的购置 令跟这个令下面摆到的令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同 是不是 刚刚看过 其实 应该原来要写这个 就所谓的刮没错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StreambarApp另外定义一个叫做checked 你看他那个中文版原来怎么 你看点一下你就知道 看我的教案点一下 你马上就可以下载 我储存了 Google云端 同步 他原来check 还名为他都完全照英文是照翻 另外定义 定义一个叫做checked private 成员韩式 是private用的嘛 来提供这些成员韩式使用 这个 我们一定要翻成员韩式 中文 英文他可以宣列成Members 这样比较清楚 因为成员 通常成员我们想到元素名词的比较好 作为方法 函数 这种会有运算计算操作的 还是加个函式会比较清楚 这个check会检查 一个给定的所影值 i 我们 因为他有实力嘛 我们就可以 对 加入这个i嘛 这样不是清楚多了吗 会检查一个给定的所影值i 对不对 会检查一个给定的所影值i 检查他 或者检查i 不可以 太多他也不知道这个是谁 检查i是否 在 是否 是在 vector容器的 范围中 除了需要一个所影值作为其因素 check还需要一个stream 行别的因素 check会将之传给例外处理器 用来表示称词出 究竟出了什么错 究竟出了什么错 我又把那个 这个是check pop和 元素存起成岩 看 你看这噪音晚饭 和其他 把 把把把把把和其他 stringbite的 存取元素 成岩 是 都会都会先呼叫 都会先调用 这里比较用调用比较好 调用chair 来检查 他们想要存取的那个所影 是否 他们想要存取的所影值 是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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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元素存在 有元素存在 如果check 如果检查成功 如果check 没有丢出 这些成员员 函似 这些成员 底层的 这里就可以用底层的 vector 运算 来进行操作 底层的vector容器 运算来进行操作 帕拜和其他的spinbite 我们这一集先到这 因为电池要爱护一下 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 通常30%就要充电 阿弥陀佛一定15% 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 各位朋友 各位菩萨 大家玩 继续这个西加拉自修 我们这一集可能不会录很久 因为我电池快没电了 另外一台 现在尽量在30%的时候就充电 然后不要充到100 百分百 这样不要上电池 然后把握时间 急需记忆体 按其他string的存取 元素 存用函式 用来就更清楚 和其他stringbar用来存取元素 的存用函式 都会先调用check 来检查他们想要存取 的所影值位置 的所影值位置是否仍有 元素 存在 如果check没有丢出错误 就是检查通过 这些程序就会把他们的工作 转给底层的vector 运算来进行操作 其他都那样 其他的都是这样 如果Vectors can't check,就會止出意外,對不對 丟出 不需要換這種溫柔柔 0 這有錯 這是back return 掉了 這不是 這是錯 用下引號 這有錯 接下來怕敗 他這也反而先講怕敗 對不對 其他叫富郎拜 他從來是對一個 進行別的參考 都一樣 所以他如果沒有丟次對他就會自行後面交給他底層的 對不對去做 Return是 生字 誒看這個 SIMBRA 放 這有定力 Return 哦 這裡怎麼漏掉Return 哦 這裡漏掉 誒不對 他這個是直行 當然不用Return 他是不傳東西的 他們都用到Check Back Back Run PopBack On Empty 怎麼會是Empty呢 因為你給他引述Check是0 怎麼會直接給他0啊 對不對 奇怪 Check0 如果Check是0的話 他這個也沒有給他 應該只是舉例吧 這裏應該 你這裏Back也不對 Back Check Check他是在 這一裏 Walk gli 大於等於 他傳零給他 那如果零等於或者剩大於不可能大於嗎 如果空的 對對對 就參考 那麼快就 又 30 還不是 30是19 看一下我們這個錄的盡頭形象 邊充電又 不能邊錄影 那否則我們為了趕進度 可能就不做臉書的直播 邊充電邊用機器 上機器還可以 唉唷 第一節要圓滿 第一節就第一段而已 用零去跟他比嗎 如果目前的那個data 他所指向的這個容器 還比零還要小的話 會等於零的話 不可能比零還小 等於零 等於零 那如果是 他大於零 大於等於他 他就不會丟出來 對不對 如果I是大於等於他這個位子的話 零大於等於他 會丟 零 零 他這樣的話 不是永遠都會丟出例外嗎 零大於等於他解參考 對 不會永遠啦 因為他現在data 你解參考之後data 假如這個 零會大於等於他 對啊 零給他 零不可能大於 假如這個解參考 他size是5的話 零大於他 不可能嗎 對不對 零大於他不可能 所以就不會執行這一行 這是4 那如果 他是零 零等於零 他先用這個檢查 沒錯 邏輯沒錯 所以我跟你講 我不是頂聰明的 我們就是比較務實 所以我不是謙卑 真的願意自己是最差的 可是我們這麼差 姿勢那麼差 像 你看我老師黃佩鴻先生 那諮商多高啊 我們絕對比不上 像我們每次 諮商測驗都不高啊 我們都可以把它弄得那麼懂 你看國人程度怎麼樣 那你憑什麼 你們就不會寫層次 比如說像 黃老師憑什麼的 他諮商比我高那麼多 為什麼不能學誠實 大堆藉口忙啊 或者年紀大啦 年紀大了 只好抵消你多 超過我的那些諮商嘛 有什麼差 那大家比起步相當 然後 只剩最後一句 我把這一句看完就好 那放於 Bag成員應該重載於 應該說應該對 放 這兩個 成員函式加以重載 用 抗 來重載 重載 對 放 與Bag 這兩個成員函式 用 抗 來加以重載 用抗重載就是做一個場 來加以 不是這樣 這些 這樣的版本定義就有做練習 讀者嘛 這本書所以是讀者 這樣的版本定義就留給 各位讀者 做練習 如果定一個重載 用COS來加以重載 版本就不要翻 這樣的長詞成員函數 長詞COS 長詞成員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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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定義這樣的 這樣的 這樣 定義這樣的 長詞成員函數 長詞成員函數 就留給各位讀者 來做練習 多美友善的 你看 還跟英文原文一樣 定義這樣 對不對 定義這樣的長詞成員函數 就留給各位讀者來做練習 好 好 就這樣 媽咪頭髮少造業多念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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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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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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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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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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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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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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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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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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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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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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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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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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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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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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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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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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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